喜秀陪着怀疑自己的丈夫来到了医院 男人一脸严肃地问医生 到底是自己不孕还是再美 医生告诉他将再美没有异常 是韩正秀这边有问题 女人心里一惊 即使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正秀还是受到了深深的打击 医生遗憾地告诉他 你们结婚三年都没有孩子 那就是自然怀孕是不可能了 正秀彻底绝望 恶狠狠地看向喜秀 内心无比惊恐的女人浑身颤抖 看着愤愤离开的丈夫 鼓起勇气追上他说要跟他谈一谈 男人冷冷地让他放开那不干净的手 不干净 你是在说我不干净吗 幡然醒悟的正秀愤愤地说 我现在才知道 你开始就是怀孕以后跟我交往的吧 喜秀告诉男人就算死也要和他生活 所以今天我就忍着 正秀不屑地问谁要和你生活 女人就让他好好回忆医生说的 并不是百分之百不能怀孕 所以不要误会 所以你现在是要让我相信孩子是我的吗 如果是你 百分之九十九和百分之一 你会更相信哪一个 与杰森碰面的朱莉 对刚才见到正希的是耿耿于怀 想不明白他见到自己为何如此惊慌 杰森好奇朱莉之前为何要知道正秀的店 一脸八婆地告诉他 现在才知道那女人很有心机呢 他居然离过婚 而且之前有过交往的男人 我还以为是他老公呢 不过好像是这个 听到这无脑的朱莉也兴奋了 大叫太戏剧话了 这就对了 哪个女人会独守空房十年 真有心机 把男人藏起来还在装干净 却不知杰森口中的男人是自己的丈夫 在美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 终于见到了长少山老太太 和冬雨一起用针腾打动了老人 开始交在美做药膳粥 冬雨则一直陪着在美学习 两人的感情越来越好 郑秀这边可就惨了 独自在江边借酒消愁 想起与喜秀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绝望又无助的咆哮 冬雨将学成归来的在美送回家 两人依依不舍的分别 觉得被现任妻子背叛的郑秀 内心备受折磨 找到在美质问为何要说出真相 害自己的人生掉落到泥潭里 在美反问男人这怎么能怪我 是我让你去澳洲出轨了 还是我让你跟我离婚了 我让你被女的打后脑勺 当别的孩子父亲了吗 这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 郑秀刚想要反驳 在美却没给他机会 男人问在美难道 你就一点错都没有吗 一点罪恶感都没有吗 当然了 今天你变成这样 是为了责怪别人来找我的话 不是我 应该抱怨你自己 同你眼睛的人是你自己 看在美停住的脚步 告诉他就算我像你说的那样该死 我被什么勾住了魂 前后不分 惹了许多麻烦 但是事情闹大后 我的头脑混乱的都要爆掉了 你能帮帮我吗 以后你说什么我都愿意做 再一秒帅帅的东宇来到他面前 用犀利的眼神狠狠的盯着他 让他跟自己聊一聊 警告男人不许再来骚扰在美 不然我绝不饶你 朱莉看了一张张信用卡账单发愁 意外发现了丈夫的2000万贷款账单 想着他不是说已经还上了吗 心中充满疑惑 翻箱倒柜找出了贷款存折查看明信 直接冲进丈夫的办公室 却听到了手机短信铃声 好奇之余拿出来查看 在美告诉父亲妈妈已经将钱转交给他 说会将钱用再需要的地方 看对方叫丈夫爸爸 朱莉彻底惊呆 愤愤的说太不像话了 回到办公室的亨道 看着女儿发来的短信一脸幸福 却突然想起护士说刚才朱莉来过 连忙给他打电话 朱莉看到是丈夫的电话直接挂断 打电话命令正希马上到咖啡厅见面 不然自己就去服装店 正希刚坐下 心中充满愤怒的朱莉直接一杯水泼了过去 看着一脸愤怒的正希 问她难道是花蛇吗 还是利用女儿坑钱的母女诈骗团 正希完全搞不懂朱莉 为何会这样对待自己 质问她怎么可以这样没素质的说话 朱莉瞪着眼让正希闭上嘴 好好听清楚自己说的话 在我面前装膏上有学问 一个人都做了 原来就是这个嘛 掏空我们天真哥哥的口袋 就是要坑那两千万吗 看正希不承认 朱莉直接将自己看到在没短信的内容 告诉了她 听到这正希也不辩解了 问朱莉自己确实收了钱 但那又怎么样 因为女儿困难 当爸爸的给点帮助 连着你也不能理解吗 这一下换朱莉傻眼了 但是如果我女儿需要父亲的帮助 那是我女儿和江亨道之间的事 正希离开前还不忘跟朱莉强调 自己和江亨道什么关系都没有 而且那些钱不是我妹妹收的 所以不要误会 朱莉却不想这样放她离开 质问正希如果两人没有联系 那亨道怎么会知道她的女儿有困难 然后轻易地将两千万给了她 喜秀为了留住丈夫 让哥哥出面帮忙 男人给正希两种选择 第一马上分手 而店铺现在是在自己名下 上标权也是你和我妹妹两人的名字 你可以净身出户马上离开 第二等到孩子出生再分手 当然孩子也有可能不是你的 郑秀一阵冷笑后告诉两人 医生已经说自己是很难怀孕的人 很显然这个孩子 喜秀哥没让他把话说完 周王殿连锁化事业马上就要成功了 现在你退出的话 咱俩就都成穷光蛋 但是如果再等一阵子 销售额提高起来的话 我们就发了 不容郑秀反驳 告诉他分手的时候会给他50%的股份 郑秀却反问如果我两种都不喜欢呢 喜秀哥恶狠狠地抓着他的衣领 告诉他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难道你真的想变成钥匙进的男人吗 说会给他两天时间好好想想 亨道从正希那确定了朱莉看到短信的事 回到别墅外许久 才鼓起勇气进屋 女儿急匆匆地跑来告诉他 妈妈好奇怪 刚才进了浴室可怎么敲门都不出来 亨道心里一惊 连忙冲回房间后用钥匙打开了浴室的门 却看到妻子悠哉的鞭炮早鞭喝着红酒 瞬间大大的松立口气 让妻子穿好衣服后出来 朱莉故意调侃道 难道哥哥是怕我做傻事吗 以前你说要跟我分手的时候 我就是在这里做的傻事 所以才吓着你的吧 可是哥哥 那个大神到底哪里好 亨道强庄镇定问你到底想说什么 有什么可小心的 哥哥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不要在这跟我装傻 会让我抓狂的 男人无奈地告诉他都是误会 内心早已崩溃的朱莉却不相信 告诉丈夫自己已经泡了三个小时的水 努力地想了又想想了又想 你看看这么漂亮的手都肿了皱了 但是哥哥 比起头脑 我更相信我的直觉 忍无可忍的男人抓着妻子 请求他到此为止 告诉他他想的那些都不是事实 两人的吵闹声惊动了全家人 克里斯丁拦住想要去劝架的丈夫 让他先听清楚两人在吵什么 面对妻子疯狂的质问 哼道只能无力地告诉他一切都是误会 看着失去理智大声咆哮的妻子 不停地请求他小声一点 可里斯丁愤愤地冲进来让哼道放手 将浑身湿透的朱莉拉走 春男和西贤让他冷静冷静 先听听女婿怎么说 跟在身后的哼道刚想要道歉 克里斯丁却觉得没有必要 命令他马上从自己家出去 愤愤地告诉他自己绝对容忍不了 吃我的 助我的 还要让我听到疯言疯语的 而且还让我的宝贝女儿受尽委屈 大声地质问哼道这样的人 我为什么还要收留他 愤愤地指着哼道说 如果是一次自己也许能原谅 但是想想最近的事 我没有办法不怀疑 马上从这里滚出去 春男和西贤要哼道别愣着 赶紧请求原谅 克里斯丁直接将花瓶摔碎 咆哮到这就是我现在的心情 你还不走吗 看男人一动不动 决定让金斯基将他哼走 哼道终于忍无可忍 告诉他自己会走 西贤让朱莉去拦住他 朱莉却告诉阿姨 在哼道跪着向自己求饶之前 绝对不会原谅 年纪一大把的哼道 就这样被赶出了家门 走出来的他却腹痛不止 保安担心地上前问询 终于从疼痛中缓过来的男人 看着天空的明月身心俱疲 第二天一家人吃早餐时 朱莉因为胃口早早离开了餐桌 东宇责怪妈妈没有确定 姐夫是否外遇 不该直接这样将他赶出去 更不该干涉姐姐夫妻间的事 春男接着儿子的话 觉得不该问那么点小事不依不老 这样做不就等于 把小夫妻给拆散了吗 东宇劝妈妈如果真的爱姐姐 就不要对他指手话条 应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借机说等我结婚了 您也要这样 敏感的克里斯丁 马上察觉到了异样 一脸严肃地问儿子 是不是那个叫一善的孩子 有什么不能让我满意的地方 所以才会这样说 匿名儿子遇到不好的女人 必须马上和他说拜拜 因为就算将我眼睛戳下 也不能让有问题的媳妇进家门 东宇听着妈妈的话 心里拔凉拔凉的 郑秀在家里一通乱翻后 找出了在美签下的保证协议 面对关心自己的妻子 告诉她自己听到她的声音就恶心 所以我不问你就别说话 下一秒郑秀就来到了在美的州店 看在美怒气冲冲的样子 告诉她只是想要跟她谈一谈 在美不耐烦地说不想再见到她 于是郑秀拿出了保证书让在美看 激动地握住她的手 告诉她那边的州店生意好得很 只要营业额再上升一点 想收购的人就会排长队 让在美等等自己 只要将那边的是处理完 就和她一起把以前的州店办起来 在美难以置信地问 难道你是要和喜秀离婚 然后和我一起把州店再办起来吗 对 就是这样 在美看着无耻的男人 恨不得给她挤拳 喜秀在柜子里找不到保证书 想着刚才丈夫的话 嗨到她一定是去找在美了 犹豫片刻后打电话给东宇 告诉她郑秀好像想要回到在美身边 让作为在美男朋友的她 多努力一点 另一边在美让郑秀带着保证书马上离开 男人尴尬地解释 以前只是被那两兄妹欺骗了 所以精神不正常 觉得被那样的狐狸一样的女人勾引 就没有男人会不动摇的 看着在美犀利的眼神 说自己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 在美不耐烦地让男人马上出去 愤愤地说看着她的脸就浑身不舒服 看着曾经对自己摆一摆顺的女人 现在却这般厌恶自己 郑秀觉得她一定是因为东宇那小子 才会这样 告诉在美两人绝对不可能结婚 长得帅家里又有钱工作又好 一开口就有一排女人站在眼前 怎么可能会要你这样的二手货 忍无可忍地在美直接打119报警 男人惊慌地抢过手机后挂断了电话 一脸诚恳地说要赌上我男子汉的人生 最后再求你一次 直接跪在了地上 请求在美能和自己重新开始 还好金大姐及时回来 才阻止她继续纠缠 但她还是不死心地告诉在美 既然她不肯放弃 那么只能让另一边放弃了 小杜基长的她离开前还不忘破坏一番 亨道犹豫再三还是打电话约朱莉见面 朱莉看着镜子中憔悴的女人发愁 这时克里斯丁进来 问女儿要正希的联系电话 下一秒就来到了服装店外 正希一眼认出她是亨道的岳母 克里斯丁对她做了自我介绍 问正希两人是否见过 正希紧张地回答没有印象 朱莉见到丈夫就愤愤地问 昨晚在哪里睡 是不是跟那个女人睡 亨道却告诉她自己不会再回那个家 准备贷款租个小公寓 希望妻子可以带着女儿一起搬出来 一直以来都被任务责怪 是我把医院弄垮的 但是你应该很清楚吧 医院在开业初期本来就很难站稳脚跟 为了承担你的花费医院关门了 你一生都想这样活着吗 朱莉不止地告诉丈夫 自己无论如何 都没有办法过那样的穷日子 于是亨道决定两人暂时分开生活 让朱莉好好想一想 怎么样才是对三人最好 正希面对克里斯丁咄咄逼人的质问 告诉她一切都是误会 两人离婚后就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让女人不要将自己和亨道联系在一起 回家的克里斯丁努力地回想 自己到底是在哪里见到过正希 最后终于想起 两人曾经在亨道上班的医院见过面 Oh my god 带着妹妹叫上朱莉 一起前往医院寻找证据 朱莉刚进医院大厅就遇到了院长 男人巴婆地暗示朱莉 你要多关心一下你的丈夫 有你那么漂亮的妻子 前辈看起来好像还很彷徨 看着男人离开 朱莉努力理解话里的意思 此时克里斯丁和西贤也在跟护士打听 正希腾在这里治疗的是 但却没获得确凿的证据 就在两人犯愁时 朱莉怒气冲冲地跑了进来 将刚才院长暗示自己的话告诉了两人 觉得她话里有话 三人直接找到了院长问询 院长将曾经在摄影展 看到亨道和一位女士的是说了出来 听着她形容女人的样貌 朱莉认定那人一定就是正希 但仅凭猜测依然没有确凿的证据 西贤愤愤地说明天就去服装店找那女人 把事情都抖出来 让她在邻居面前抬不起头 克里斯丁却觉得不该这样冲动 要是不小心被人抓着小辫子就不好办了 这次在找到证据之前 绝不会随便出手 朱莉在一旁若有所思 想起了杰森说正希好像是别人的那个 来到丈夫的办公室 看着桌上的全家福 想着曾经丈夫七二连三地想自己保证 绝不会跟正希再见面 看着照片中丈夫的脸愤愤地说道 完全把我当成傻瓜是吧 所以才那么明目张胆 我今天要把你狠狠地踩在脚底下 正在替正希看设计图的杰森 接到了朱莉的电话 问如果再让他见到正希的爱人 是否能认出他来 虽然感到疑惑 杰森还是告诉朱莉当然能认出 于是朱莉让他马上去医院一趟 听着两人的谈话 正希回想起上次在咖啡厅遇见朱莉的事 心中一惊 问杰森刚才和他通话的朋友是叫朱莉吗 得到确定的答案后 又询问两人是要在花样美医院见面吗 杰森再次回答是的 匆匆向正希道别 正希惊慌之余连忙给亨道打去电话 正在手术的亨道手机却是关机状态 打去护士站得知亨道此时正在做手术 连忙驱车往医院赶 手术室里的亨道也在做着最后的收尾工作 着急等待的朱莉 让赶来的杰森直接去手术室外见面 拿起包准备去跟丈夫对质 手术室出来的亨道 看到正希打来的电话正准备接通 在一旁等待的杰森看到亨道无比兴奋 叫着这不是正希的丈夫吗 亨道尴尬的打招呼 杰森一脸惊奇的告诉亨道 自己是来这里见朋友的 而且他还跟我问起了你 好像和你很熟悉呢 亨道疑惑是谁 听着杰森的回答 转头看到了怒火中烧的朱莉 问杰森这个男人 是不是你口中说的吴正希的爱人 服装秀的时候 给吴正希献花 联系的时候也经常过去 非常恩爱的 是不是那个爱人 看出端倪的杰森 正犹豫着如何回答 却因为朱莉的一声咆哮 惊恐的回答就是吴正希的那位 看着亨道犀利的眼神 疑惑两人难道是很熟的关系吗 让亨道告诉杰森两人是什么关系 亨道不顾朱莉的反抗 硬生生的拉着他离开 终于赶到的正希看到了这一幕 猜到一定是两人的关系被视过了 看丈夫将自己拉进办公室 朱莉愤愤的质问 是不是怕医院都知道 所以将自己拉到这里来 讽刺男人原来还知道丢脸啊 身心疲惫的亨道正想要解释 朱莉却捂住耳朵大叫不想听 亨道抓着妻子求他不要像孩子那样任性 手却直接被甩开 让他什么都别说了 亨道承认都是自己的错 无奈地向妻子道歉 我承认我每天都说他老王 可是他很优秀啊 很时尚像天使一样 我承认他值得你喜欢 我也知道我很蠢 和你生活一直没有达到你的水准 可是就算我再怎么不足 对你来说我是什么 我们一起生活了十年 有了孩子 我们是夫妻 就因为我一夜的失误 我们才在一起的吗 亨道还想求妻子相信自己 朱莉却无比抗拒 让她别再说了 也不想听了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我们断了吧 无力地敲打丈夫 被前妻拒绝的郑秀 心里越来越扭曲 暗暗发誓一定会让两人付出代价 回家后面对小姚将自己拖出去 打一顿的喜秀哥 一脸无辜地问他为何要这样 告诉他自己绝不能放下有生命的人离开 而且他现在看起来身体很不好 难道你不担心吗 这一番操作下来把两人都给整人圈了 转身问妻子身体有没有关系 希望他能理解自己 必定那边是自己也是需要时间去整理的 摸着妻子的额头 一脸担心地让他回床上休息 看着性格大变的丈夫 喜修半天回不过神来 再没找一群学生 对新开发的药膳粥进行式吃活动 从中选出了大家最喜欢的粥 三人都相信聪明粥一定会大卖 机智的雅婷让再没把菜谱注册一下 再没表示正有此意 郑秀跟喜秀哥说出了回来的目的 希望他能像当时说的 如果孩子不是自己的 就拿出50%的股份 让他给自己写保证书 看男人愤怒的表情 告诉他只有这样自己才不担心会被赶走 他可以放下心好好工作 再没找东宇问询注册菜谱的是 东宇却告诉他那不是最好的办法 目前只能注册一下菜单的名字 做好保密工作 烹饪方法只能让你和厨房长知道 再没觉得只要小心含正秀就没什么问题 看男友脸色不对劲 关心的问询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东宇告诉女友是姐姐夫妻间的事 但现在最担心的还是年纪小的侄女 于是再没提议今天陪诗拉一起出去玩 让诗拉开心开心 说着两人就与诗拉见上面 第一次见面的两人略显尴尬 却怎么都不会料到 两人是同父异母的关系 亨道想着朱莉责怪自己的话 犹豫再三还是鼓起勇气给岳母打去电话 说想要跟他见一面 不料克里斯丁却告诉他没有必要 春男见状劝妻嘴饶过女婿一次 觉得只有亨道才能忍受得了朱莉的脾气 妻子却告诉他 自己无论如何都要让孩子幸福 春男疑惑让两人离婚朱莉就能幸福吗 比起抱着只有躯壳的丈夫 生活要好得多 命令丈夫不许再插手女儿的事 忐忑不安的正希接到了朱莉的电话 阿恩想着目前就只有这一个办法了 克里斯丁拦住了要去见正希的朱莉 问他难道对亨道还有留恋吗 面对朱莉的疑惑 问如果不是这样 那为何要去跟那女人见面 朱莉一脸无奈的告诉妈妈 虽然心里恨哥哥 但是自己却不想离婚 听到这克里斯丁决定今天做个了断 到时候再决定是离婚还是不离婚 让朱莉按自己说的做 随后亨道就接到了岳母 约她在饭店见面的短信 赶来的亨道看到包厢里的正希 两人都感到无比惊恶 疑惑对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这时朱莉一行人也赶到了包厢 此时东宇和赛美 正带着士拉在水族馆游玩 赛美悄悄翻看士拉写下的愿望 求求您 让爸爸快点回家吧 曾经失去过父亲的赛美 对士拉的心情深有体会 亨道告诉三人自己会交代清楚 希望能让正希先离胎 克里斯丁决告诉他 如果没有必要自己不会叫他来 正希安慰亨道自己没有关系 克里斯丁正义凌然的质问 你们知道你们做了什么事吗 因为你们两个人 好好的家庭就要破碎了 瞒着老婆偷偷见面还不够 还要欺骗我和我女儿 你们两个人要怎么对这件事负责 西贤也让亨道说清楚 是看他一个人觉得好欺负 跟万语对象见面 还是现在还爱得死去火来 所以才见面 听到这朱莉直接气炸 大骂正希是不要脸的女人 冷静下来的克里斯 丁让正希再说一遍 你刚刚是说你们相爱吗 是 我是那样说的 我们两个是互相相爱的关系 至少我是那样认为的 看着眉头紧索的丈夫 朱莉气愤的大叫坏女人 你知道因为你的幻想 我的家庭差点怎么样了吗 所有人都以为她是外语 我们差点离婚 你知道吗 你告诉我你要怎么负责 正希诚恳的向朱莉道歉 表示以后不会再见她 刚起身想要离开 克里斯丁止高气昂的让她等一下 质问正希怎么能就这样离开 一次次跟我们撒了谎 你可知道因为你的谎话 害我女儿有多辛苦吗 没有丝毫愧疚的问正希 曾经有过相同经历的你 那样的心情不是也该知道吗 正希再次说觉得很抱歉 克里斯丁却没让正希把话说完 让她好好的 真诚的去跟朱莉道歉 亲一声 看着离开的丈夫 朱莉在身后歇斯底里的大叫 请求哥哥快回来 正希用力甩开轰道的手 问他为什么要这样 看着拼命想要拉自己上车的男人 问他不是说想要维护你的家庭吗 不是说过为了孩子要回家吗 不是说过不能再给孩子 像再美让的创伤吗 但是你现在是在干什么 再忍一下就没事了 只要再多忍耐一下下就可以了 失去理智的质问男人到底要干什么 看着心底深爱的女人为了自己受尽委屈 哼道终于控制不住自己 紧紧地将她拥入怀中 小肚鸡肠的正秀 脑海里不断回想起那天 不过男人自尊跪在地上 请求在美跟自己重新开始的画面 越想越愤愤不平 暗暗发誓一定不会让咱美好过 希贤受姐姐所托 带着朱莉的离婚文件来到律师所 东宇看到母亲要求姐夫放弃孩子抚养权 直接让阿姨将文件带回去 告诉她自己做不了这样的事 于是希贤告诉她那只能找别人办了 估计你妈会让那两妇女断绝关系 听到这东宇直接妥协 东宇也很自责 因为当初没有料到 两人会发展成情侣关系 在美告诉她 现在自己气的是自己式的离婚女 也气自己不是外企的CEO 气自己为何不是富裕一点的女人 如果是那样你就不用在妈妈面前撒谎 在阿姨面前也可以堂堂正正的 所有的反驳都显得苍白无力 东宇只能抱住女友安慰 让她相信自己就好 说等家里安静一些了就会去坦白 在美询问是所有的事吗 东宇告诉她不会说出离过婚的事 在美却觉得世上没有隐瞒的秘密 请求男友坦诚一切 东宇无奈地告诉女友 如果自己的妈妈知道 绝对不可能同意两人在一起 这让在美很失望 问东宇是不是也因为自己是个离婚女 所以让她觉得很丢脸 这让东宇很气愤 没想到女友这么不理解自己 丢下在美愤然离去 另一边郑秀一行人开始对聪明周打主意 偷偷地翻出周店垃圾袋里的草药 郑秀闻了后觉得光这样还不行 又想出了一个阴招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郑秀毫不犹豫地选择伤害在美 找人对独自下班的在美下手 抢走了她的包包 在美也因此狠狠地摔了一跤晕了过去 很快包包就来到了美秀歌手上 看着在美的料理笔记无比满意 接到电话的东宇第一时间赶到医院 看着受伤的女友无比自责 让郑希和郑新回家 决定自己陪着在美 郑秀看着在美写的聪明周笔记 回想起当时就是自己将这本笔记 送给在美作为周店开业百日的礼物 内心深深地被触动 看着睡着的喜秀 拿起酒杯借酒消愁 被吵醒地喜秀起来为丈夫煮汤 男人说出了埋藏在心里已久的话 本以为为了他和孩子 抛弃了一切会得到幸福 现在却变成了这副德行 愤愤地说无论是他还是江在美 自己现在都讨厌到了发疯了 喜秀将丈夫的手放在肚子上 向他保证孩子是他的亲生骨肉 郑秀冷冷地说 我也希望是像你说的那样 真的很想相信你 真心的 直接抽回了手 东宇一向醒来的在美道歉 觉得都是因为自己负气离开 才会让他受伤 在美告诉东宇 一定是因为自己让他伤心 所以才会受到那样的惩罚 在大巴车上一直换位思考来着 无论世界再怎么改变 一个好好的小伙子和离婚女交往 毕竟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 东宇叫在美不要胡思乱想 是因为我的妈妈是一个性格很强的人 而且她对我的期待很大 不用想都知道她无法接受这件事 所以为了不让你受到伤害 才打算瞒着她 听着男友的话 在美决定听从她的安排 暂时对她家人隐瞒自己离过婚的事 朱莉最终决定跟亨道离婚 来到医院与她见面 亨道不由分说的带着她去买了一套衣服 告诉朱莉这是自己能给她最后的礼物 想要给她最华丽最美丽的样子分别 看着伤心的朱莉 紧紧的握住她的手 对不起没有好好爱你 对不起让你伤心了 还有 对不起就这么结束了 所有的都对不起你 在美来看望冬雨时 大文拿着郑秀周店的宣传单进来 一看竟然是他们新推出的葱姬周 猜到一定是他们又抄袭了自己 愤愤地冲了出去 来到楼下看到喜秀哥的手下 正在热情地推销葱姬周 不顾冬雨的祖南 冲上去拦住了郑秀的车 上前就是一脚 责怪男人怎么能连续抄袭自己两个 郑秀厚着脸皮回答 那个周是自己动脑子 没日没夜研究出来的 马上就高考了 冬雨拦住冲动的女友 告诉郑秀如果这次 她被判为抄袭了那个周的话 就会正式告她违反营业秘密保护法 郑秀不懈地问 难道你连菜单也注册了吗 那当然了 所以不想被强制赔偿蹲监狱的话 最好停止销售 郑秀叫住了要离开的两人 觉得想要证明自己抄袭并不容易 而且就算证明了 两人也不能告自己 面对两人的疑惑 郑义凌然地说 就像你毁了我的家庭一样 这次我也要混你们两个人的关系 冬雨问是什么意思 以后你们就会知道了 回到律师所在美尝了一口葱姬粥 简直和自己研究的 聪明粥味道一模一样 而且里面也加了中药 这让在美联想到了 袭击自己的摩托车 认定那些人 一定是为了菜脱补基本 冬雨连忙打电话 询论调查袭击案件的警官 却被告知目前还未找到目击者 但还是安慰女友 世上没有完美的犯罪 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在美想着郑秀 最后说的话坠着不安 冬雨安慰在美应该是之前的事 贪婪的郑秀 则看着销售额直线上升无比开心 面对担心抄袭被发现的男人 告诉他自己手中握有他们的把柄 他们绝对不敢怎么样 亨道和朱莉办理离婚时 工作人员告诉两人 因为有未成年的孩子 离婚的制度是要在考虑三个月后 才可以离婚 朱莉还想请求对方马上办理 却被哼道阻止 朱莉出来后愤愤地告诉他 无论如何今天两人的关系已经结束了 让他去告诉女儿离婚是他的错 是因为他做错了事 女儿才必须要跟爸爸分开生活 这是哥哥该受到的惩罚 郑觉得无处发泄的朱莉 接到了郑西打来的电话 两人约在咖啡厅见面 朱莉不给郑西说话的机会 告诉他自己已经没有必要再听他的废话 即使被朱莉狠狠地打了一巴掌 郑西还是叫住了要离开的朱莉 让他好好听清楚自己说的话 告诉朱莉自己最清楚他此时的心情 怨恨 冤枉 一句话就是心情糟透了 但现在我想以一个前辈的身份告诉你 问他难道忘了吗 我们这段逆缘是谁先开始的 直到现在我还能清楚地记得 十年前你破坏了我的家庭 嗨 我们离婚后 那时候的我既怨恨又冤枉 吃不下 睡不着 恨你恨到一闭上眼 就能做将你杀死的梦 所以有一句古话 中瓜得瓜 中痘得痘 你以前是怎么做的 就有什么样的结果 就在这时朱莉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 告诉他亨道在医院里扔倒了 看着坐在对面的郑西 朱莉告诉对方自己和亨道离婚了 不会再管他的死活 郑西着急地问朱莉怎么回事 朱莉冷着脸让郑西好奇就自己去看 说自己对那个人已经没有兴趣了 在美接到警局打来的电话 和冬雨一起来到了警局 警察拿出他的钱包告诉他 是这附近收费纸的老人捡到的 一听是在这附近 两人马上想到喜秀哥的酒吧就在这附近 此时喜秀哥和郑秀 正忙着为邮店发展拉投资 在美和冬雨第一时间来到酒吧外 想要在附近寻找线索 却意外地看到了几人 猜出郑秀抢走笔记抄袭聪明周 是为了能有一个拿得出手的菜单 就能更容易拉到投资 郑秀想着只要有了赞助 很快自己就能发达了 到时候有的让江在美后回答 回家后看着做好了菜 等待自己睡着的喜秀 内心无比复杂 看着醒来的女人 让她下次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叫上自己 喜秀以为丈夫接受了自己无比感动 紧紧地抱住丈夫 却还是被她用力地拉开了手 冷冷地说我并不是因为原谅你了 只是不想被人骂 只留下一脸委屈的女人 郑秀看着病床上憔悴不堪的横道 想起医生说她作为医生 连自己的身体都照顾不好 看来是不想在这世上活了 回想起曾看到她对月女欺负的画面 越发为男人感到心痛 紧握住她的手默默落泪 东宇觉得是时候该向母亲大人坦白了 一路上不停地给妞打电话 却都是无人接听的状态 突然克里斯丁激动地让司机停车 难以置信地指着跳舞的女人论儿子 那边那个是不是那孩子 天啊天啊 东宇这一看也傻眼了 连忙告诉妈妈她眼花了看错了 并不是在美 克里斯丁泽不停地感叹 我的天啊 天下之大无其不有啊 这次又变成老鼠了 命令儿子不许下车 决定亲自去会会那个女人 躲在树后看着麦力跳舞的在美 一脸的不可置信 这时在美开始热情地给大家发传单 突然想起当年自己刚开电视 也和在美一样卖力的工作 跳着五星影附近的顾客 内心深深地被触动 让儿子带那只老鼠过来 东宇看着在美心里拔凉拔凉的 醒来的哼到无法接受正希的好意 不停地让她回去 说不想成为她的包袱 曾经那样伤害过她 不想让她看到自己现在的样子 请求正希给自己留一点自尊心 正希则一脸深情地告诉她 再次见到她的那一刻 面子和自尊心自己都抛弃了 但如果你真的那么讨厌我 见到我觉得不舒服的话 我不会再出现了 强忍着心痛提起包离开 富婆狠狠地盯着儿子的女朋友 一盯就是一个小时 问在美为什么要见自己的儿子 在美紧张地回答因为我爱她 说只要她愿意 自己想要跟东宇结婚 克里斯盯拍着桌子质问 那当初为何要骗我 东宇连忙护着女友 克里斯盯命令儿子闭嘴 问在美还有什么隐瞒的 现在全都说出来 这一问让心虚的在美更紧张了 东宇帮着回答再也没有什么隐瞒的了 克里斯盯再三跟女人确定 真的没有了吗 为了能跟东宇在一起 在美咬紧牙 回答没有隐瞒的事了 于是克里斯盯说同意两人结婚 获得许可的东宇高兴到要起飞 恨不得背着妈妈到停车场 但这一波操作下来反而让在美更晚了 在美容院按摩的西弦遇到了喜秀 看着她隆起的肚子一脸惊恶 喜秀一脸惊恐 还以为孩子没有了的西弦 愤愤地责怪 她不该拿孩子的是来欺骗自己 表示无论如何都要等孩子出生后 看看是谁的孩子 喜秀直接跪在地上请求女人的原谅 泪眼婆娑地告诉她 自己现在已经站在悬崖边上 所以不要连伯母都抛弃我 觉得现在的自己就像生活在地狱里 请求喜贤帮帮自己让丈夫回心转意 想要给孩子一个温暖的家 不停地祈求西弦帮帮自己 西弦将她送回家 却意外看到了再美 正准备下车 却看见两个女人剑拔弩张的样子 藏不住似的在美质问喜秀抢笔记的事 西弦悄悄躲着一旁偷听 来周店看在美的东宇看到了两人后 又看到了躲在暗处的阿姨 惊慌之余连忙上前告诉在美阿姨来了 大声呼喊阿姨 西弦尴尬地走了出来和两人打招呼 询问他们和喜秀难道很熟吗 是什么关系 东宇解释是因为做一样的生意 起了点冲突而已 邀请阿姨进店里看看 喜秀一脸得意地对着东宇嘲讽 看来真的是很有缘分啊 回到周店看到丈夫 问她为何要抢在美的配方 觉得不该再与她有牵扯 问丈夫为什么要那样 难道是还念着她吗 还想着要回去吗 人家不同意就报告吗 叫郑秀不要再招惹在美了 对已经离婚还和别人在一起的女人 为什么还会有迷恋 郑秀嘲讽道 谁没法放下迷恋了 抢江在美的配方并不是因为江在美 而是自己生存的最后手段 面对喜秀的疑惑 告诉她分开不到两个月 那女人就有了其他的男人 不能去追悔她 至少得救活周店啊 不然因为遇见了两个女的 而毁掉了我的人生 而摩托车事件也是为了能让我活下来 喜秀难以置信地看着男人 问她还是自己在悉尼时认识的那个人吗 士拉不停地闹着朱莉 带自己去医院看爸爸 忧不过女儿的朱莉 最终答应她放学后会带她去 医生同学告诉亨道 郑秀每天早晚都会来医院问询她的情况 今天郑秀带着两人共同回忆的鸭花 让护工帮忙交给亨道 亨道看到后回想起曾经的幸福时光 连忙打电话给正希约她在休息室见面 却在等电梯时遇到了女儿和朱莉 当正希在休息室等待亨道时 亨道已经带着两人回到了病房 语重心长地告诉女儿 不管发生什么是自己永远都是她爸爸 迟迟等不到人的正希来到病房外 得知了朱莉和士拉在病房里后匆匆离开 朱莉让女儿到门外等 愤愤质问亨道 你现在知道对你女儿做了什么了吧 你今天这样凄凉地躺在这 都是你的错 在过去十年和我在一起 你的心里都放着别的女人 你背叛我的代价 现在都已经了结了 你和那个大婶好好生活吧 我会看着你们生活有多幸福的 离开前还不忘问男人 她的行李自己该丢哪去 大声质问是要送到大婶的店里吗 哼道无奈地回答 送到我的诊疗是吧 喜秀特意找到冬雨的律师所 两人心平气和地商量后达成共识 喜秀不会告诉西贤在美离过婚的事 冬雨则不会说出郑秀不孕的事 郑秀让在美为了冬雨 放弃继续受卖聪明粥 面对在美的疑惑 读出在美的假名字一善 讽刺她为了抓住好男人 竟然还特意清理了身份 隐瞒曾经嫁过人的事 阻止在美要打过来的巴掌 威胁她如果不马上停止卖聪明粥 就会去她婆家说出全部 在美不屑地告诉她 想去说就去无所谓 自己才不会受她威胁 金院长特意来到亨道的病房 完全不顾往日的情谊 告诉亨道已经找到别的医生代替她 让她另寻高就 心灰意冷的亨道 为了正希不再受到伤害 见面后狠下心骗她自己最终的归属 还是要回到那个人身边 正希不死心地询问 我对你来说算什么 男人鼓起勇气回答 就只是外遇 是我暂时看花了眼 听着男人的话 正希彻底心碎 心如同在滴血的亨道 两行眼泪不自觉地从眼角流出 今天是在美区东宇家拜访的日子 两人打算借此机会跟克里斯丁坦白 另一边吃饼的郑秀决定主动出击 直接来到了东宇家楼下 跟回家的是拉打听东宇 却意外得知在美今天来拜访的事 护士打电话让正希到医院 处理朱莉寄给亨道的物品 正希这才得知亨道并未与朱莉复合 而且还被院长无情地解雇了 联系不到亨道的她 匆匆赶到她住院的病房 却被告知早上亨道固执己见地出院了 猜到她一定是为了不拖累自己 所以故意逃走了 内心沮丧又无奈 克里斯丁和春男对在美的到来充满期待 当听到妻子说在美和自己一样 能干又漂亮 春男不自觉地打得冷颤 暗自决定绝对不能同意两人的婚事 东宇和在美坐下后 正准备说出在美离过婚的事 春男却突然想起 有个东宇的朋友还在她房间里 回到房间看到郑秀让东宇吓得不轻 看到她的反应让郑秀很满意 威胁东宇马上交出钥匙 看她不肯便说要去跟她妈妈打招呼 告诉她自己是将在美 曾经爱得死去活来的丈夫 面对郑秀的步步紧逼 东宇最终选择乖乖交出钥匙 正希因为担心亨道一直忐忑不安 打电话请求朱莉见一面 将亨道的病情告诉了朱莉 哀求她帮忙想办法一起找亨道 朱莉瞪着眼问她哥哥都这样对待我了 我还有什么理由帮你找她 于是正希让她想一想孩子 朱莉不懈地告诉她 本以为离婚后你们两人会幸福地生活 但是看到她就这样消失 觉得她还有点良心 这也是曾经我喜欢哥哥的地方 但是现在我受够了 装善良优罗寡断的男人 总让身边的人受伤 我就算她病倒在地我也不想找她 总比看到你和她幸福地生活好 在我眼前永远地消失 才是我真正希望生气走出来的朱莉 却第一时间四处打电话寻找亨道 赶回家的朱莉第一次见到在美 就觉得对方很眼熟 疑惑两人是在哪里见过吗 不以为然的克里斯丁告诉女儿 面向好的人本来就看着眼熟 听到这朱莉也没多想 热情地跟在美打招呼 邀请她时常来跟石拉玩 另一边拿到钥匙的正袖洋洋得意 却意外看到西贤在自家楼下 喜秀疑惑她突然来找自己干嘛 西贤将一袋小孩穿的衣服给喜秀 表示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觉得她没有母亲在身边 现在就要生孩子了 所以关心一下 喜秀觉得自己没有理由收下 西贤却向她保证 不会再去追究孩子父亲是谁 希望她能收下 于是喜秀收下了礼物 拜托她以后别再来找自己 西贤刚回到车上 郑秀就跟着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 问她为什么又出现在这里 西贤颤抖着说对不起 然而就是这句对不起 却大大的刺激到有不认证的郑秀 对着车子一边发泄 咆哮到为何要说对不起 将我的家变成了现在这样 你好好看看我是怎么样生活 还要欺骗我多少才算完 像傻瓜一样要抚养别的孩子 这样还不够 你们两个还瞒着我开心的见面 这样还算是人吗 不给西贤解释的机会 抓着她的衣领警告 以后不许出现在自己面前 两夫妻月看在美月是满意 克里斯丁更是激动的握住了再美的手 感叹儿子都是因为遇到他 才终于长大才有了想要结婚的想法 觉得这都是缘分 希望在美嫁过来后 可以像朋友一样相处 好好生活 春兰也感叹本来死气沉沉的家 因为再美的到来 似乎所有人都露出了笑脸 两人疑惑吃饭前 他们到底想要说什么 东宇让妈妈保持镇定 绝对不要生气 听自己把话说完 克里斯丁连连点头 回到楼下的西贤发现 刚才郑秀生气时 丢在车上的计划书 直接将他扔到了一旁 就在东宇紧张地想要说出来时 晚归的西贤走了进来 愤愤地将刚才变到郑秀的是告诉几人 觉得那家伙真的是个大无赖 克里斯丁责怪西贤不该再去见他们 本来就已经对妻子过去有怨恨的人 斩钉截铁地说 绝对不能接受有过去的人 觉得不管是那个家还是这个家 都是因为过去有家庭才破碎的 所以我别的都可以原谅 但是有过去的绝对不行 春男也大叫赞同妻子的想法 听着两人的话 再美和东宇将到嘴边的话 又硬生生地给咽了回去 正希从土医生那知道了亨道的去向 开着车往他老家赶 朱莉迟迟联系不上亨道 虽然有点担心 但还是决定不管他 准备去见杰森为自己介绍的朋友 先跟着他开始学习销售准备开店 亨道看到母亲坟前的正希很意外 却因为负罪感太重 冷冷地赶他离开 正希自顾自地帮着除草 诗莺看着一地的垃圾好心的时期 这时自信的朱莉正好来到卖场外 把诗莺当成了停车小弟 还顺便将垃圾一起交给他 看男人没反应 以为对方是想索料小费 不料下一秒就直接打脸 知道了眼前的男人就是杰森介绍的设置 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是因为朱莉是想要在这里做实习生吗 朱莉自信地回答 我对购物有独特的眼光 比谁都了解消费者心态 所以有信心能做得很好 于是男人让他明天开始上班 上班时间是上午10点到晚上9点 因为是实习生所以要提前一个小时 来到这里打扫卫生 不等男人说完话 自信的朱莉告诉他好像误会了 我和其他实习生可是不一样的 我以后是要做更大生意的人 所以一天三四个小时 高兴的时候就出去工作一下就好 男人让朱莉跟着自己念 这一番操作把朱莉弄傻眼了 难以置信这家伙现在是在拒绝自己吗 难道是因为刚才把你当成同车小弟吗 是因告诉他第一不喜欢乱扔垃圾的人 第二讨厌狂妄自大不认真工作的人 第三更更讨厌吭浓浓相熟的人 朱莉直接气炸 指着男人破口大骂 告诉他自己在这里工作 最少可以为他外场增加30%的营业额 大叫他现在可是在放弃自保盆 愤愤地拍着桌子离开 打电话问杰森 怎么能给自己介绍这样的烂地方 杰森无赖地责怪朱莉不懂人情事故 对受打击的朱莉愤愤地想着 最近的男人怎么都对我这样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西贤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打开了郑秀扔在车上的计划书 却意外看到了在美和郑秀 以前在周店采访时的报道 看着两人竟然曾是夫妻的关系 让西贤经的下巴都要掉下来了 此时克里斯丁正乐呵呵地 带着在美大购物 打算晚上聚餐时 让在美经验地出现在儿子面前 西贤回忆起那晚 见到在美与喜秀针锋相对的情景 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打电话给喜秀 命令他马上跟自己见一面 让喜秀好好看看这报道是不是真的 看着他惊愕的神情 问他是不是曾经抢走了在美的丈夫 看女人心虚地低头不语 西贤就更确定自己的猜测无误了 喜秀告诉他 东宇并不想让他父母知道 西贤一听东宇竟然知道在美曾经过婚 还故意隐瞒家长 就更加觉得无语了 丢下喜秀愤愤地离开 打电话给姐姐 让他马上去约定好的餐厅见面 刻意强调有很急的事要跟他说 很快东宇也从喜秀那得知 阿姨知道在美过去的事 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给西贤 请求他马上跟自己见一面 西贤没好气地告诉他无话可说 愤愤地挂断了电话 无奈下东宇又给在美打电话 从他这知道了阿姨急着约妈妈 等下在餐厅见面 第一时间赶到了餐厅 克里斯丁看着冲进来气喘吁吁的儿子 还以为他是急切地想要见到女友 知道阿姨还没有到达 让东宇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克里斯丁自信地让儿子看看 经过自己精心打扮后的再美 心里着急的一批的东宇应付了妈妈后 借口离开说要去洗手间 克里斯丁更乐了 觉得儿子一定是太喜欢在门 连厕所的旺季上就拖不及待地来看女友 东宇及时拦住了阿姨 连拖带拽地将她拉至天台 请求她今天不要说出来 西贤却觉得太不像话了 认定在美太有心机故意勾引东宇 让她隐瞒家人跟她交往 问东宇怎么能把她妈妈的愿望变成泡沫 东宇请求阿姨不要错怪干门 告诉她说要交往的是我 要结婚的人也是我 隐瞒结过婚的事的也是我 西贤质问既然你那么堂堂正正 那为什么不敢跟你妈说 没想到你为了保护那个女人 竟然连家人都骗 难道你不知道你对你妈妈来说有多重要 怎么忍心在背后捅她一刀呢 东宇解释是因为最近妈妈因为姐姐的事 已经够烦恼了 所以不想给她雪上加霜 看看妈妈现在多么幸福 我怎么能说呢 看着不停哀求自己的东宇 西贤无奈的感叹真是不可理喻 告诉她如果两人继续在一起 再每一辈子都会以罪人的身份生活 问她就算这样也还要跟她在一起吗 离开前还不忘警告东宇 今天自己不说不是因为再美 而是为了姐姐 让两人趁现在还不晚赶紧坦白 郑秀回家后冷冷的问妻子 孩子的爸爸究竟是谁 是我还是你前男友 应该连你自己也不清楚吧 所以才会与他妈妈见面 脚踏两条船 如果孩子的爸爸不是我 你就会回到那边吗 喜秀问丈夫是什么意思 于是郑秀将昨晚 看到她见西贤的事说了出来 觉得她的做法就是脚踏两条船 你但凡还有一点点良心 就应该离那个女人远底 喜秀无奈的说不是我找她 而是她到这里来找我 郑秀没让她继续说下去 命令到此为止 自嘲的说人活着真是无其不由 认识你之前 我是个只会在厨房里简单的人 然而现在 我成了一个威胁别人的垃圾流氓 可是却停不下来了 我也不知道会走到哪一步 因为你 都是因为你才变成了这样 Dest投资社的负责人文理事 特意来到在美的州店 邀请她参加比赛 从中选出一家投资 做成连锁店 虽然在美无比心动 但因考虑到郑秀也在竞选人工 在美表示想要考虑几天 为了让在美自动退出 郑秀特意拦住她的去路 不要脸的质问在美 为何事事都要与自己作对 命令她不许再跟文理事联系 不给在美说话的机会 自顾自的说本 打算让她好好跟律师交往 所以不说出来 但是为什么你总是来招惹我 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在美本想用抓住她把柄的事 让她闭嘴 男人却洋洋得意地将那天 去东里家的是告诉了她 结论就是自己已经没有把柄在她手上 让在美最好乖乖听自己的话 看着在美充满愤怒的脸 告诉她自己现在为了活下去 什么都不放在眼里 来看儿子的克里斯丁听着两人的话 瞬间经得浑身颤抖 丢下不知所措冲上来想要解释的在美 匆匆拿起包离开 直接冲进儿子的办公室 一巴掌打在了东宇脸上 问儿子对于江在美 难道没有什么话要跟自己说吗 在美上前阻止挡在东宇身前 说都是自己的错 克里斯丁冷冷地叫她到一边去 对着桌上的东西一顿发泄 东宇请求慢慢冷静一点 说自己会将一切都告诉她 于是克里斯丁告诉儿子 我再也不要看到那个女人的脸 她和我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死死地盯着在美 男男自语真是太可怕了 丝毫没有愧疚感的郑秀 不死心地在停车场等着在美 先是假惺惺地道歉 说没想到那么凑巧被她听到 感叹她也实在是太倒霉了 拦住要离开的女人 让她把事情说完再走 问在美现在还要继续参加比赛呢 让她好好看看 跟自己作对没有好下场 所以你只要嫁到有钱人家就可以了 乖乖放弃比赛吧 而且我们也能借这个机会 结束这段孽缘不是吗 看女人不搭理自己 再次拦住她的去路 心里憔悴的在美请求她让开 男人却不依不饶 告诉她很快她就会知道 自己说的都是对的 逃出来的在美江车停在路边 想起刚才克里斯丁说的话 心情极度崩溃 另一边东宇拼命地维护女友 告诉家人其实在美 在第一时间就想让说出真相 克里斯丁直接拾起纸巾盒 朝着儿子扔过去 问她这是在帮谁说话呢 家人们一个个对着东宇说叫 都觉得在美是一个从头到尾 谎话连篇的女人 克里斯丁毋庸置疑地命令儿子 马上跟她分手 深爱着在美的东宇告诉妈妈 自己绝对不会跟她分开 问妈妈如果不是知道在美离过婚 不是也对她很满意吗 却再次遭到家人们的轰炸 一脸真挚地告诉妈妈 是我要娶在美 不是妈妈或者爸爸 我都没有在意她离过婚 你们激动什么 妈妈您不是也希望我过得幸福吗 如果那个人是在美 我有信心过得幸福 向妈妈保证在美绝对不会像姐夫那样 跟以前的家庭先瞅不清 于是克里斯丁指着儿子问 那为何他第一天到我们家 那个男人就跟到了家里 又为何会跟他在你公司楼下闹 认定那就是为了拆散两人的行为 越说越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冲上去对着儿子又是一顿揍 觉得那么完美的儿子 一定是中邪了 才会找那样离过婚的女人 既然那么多女人都不喜欢 干脆一个人单身算了 伤心欲绝地抓着儿子的衣领质问 你可知道我是怎么把你养大的吗 内心忐忑不安的在美来到东宇家门外 捏手捏脚地查看 却被买药回家的春男撞得正着 告诉她现在家里就如同战场一般 如果伯母知道她来就更恐怖了 请求她快点离开 不然自己也会跟着遭殃 在美不忍拒绝 乖乖地开车离开 这时走出来的东宇看到了女友的车 不顾一切地追了上去 在美看到后连忙停车 知道女友一定是担心自己才来 东宇笑着安慰她自己没有关系 妈妈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挺温柔的 在美看着男友心疼又自责 东宇温柔地告诉她 反正都是要尽力的 让女友别担心 觉得只要两人有信心 没有什么是不能克服的 这时没有什么比个拥抱 来得让人觉得温暖吧 克里斯丁看说服不了固执的儿子 约出在美和郑秀当面对质 克里斯丁不想让在美 玷污自己完美的儿子 刻意打电话给郑秀 然后又派秘书到周店接在美 郑秀不死心地问询在美 是否决定放弃连锁店 看她久久不回信 默默说道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你可不能顾爱我了 克里斯丁告诉在美 自己不同意的原因有两点 第一是她欺骗了自己两次 西贤跟着附和在东宇的办公室 姐姐问是否还有隐瞒 当时怎么能那么厚脸皮地说没有呢 觉得就算东宇不让说 但凡有点良心就该主动坦白出来 第二就算我可以原谅你曾经过婚 可是直到现在竟还没跟过去断干净 那个一直缠着你的过去 你要怎么处理 在美听后解释第一点说的是没错 不知好歹地欺骗了伯母 但是因为当时害怕你反对 所以做错了事 真的真的很抱歉 但是说还在与过去纠缠的是错误的 我们已经断得干干净净 那个人也已经跟别人结婚 两人现在对对方没有任何谋恋 克里斯丁直接打断了在美的话 再三向他确认 真的与过去断得干干净净了吗 看着他坚定地回答 叫妹妹让那个人进来 看到郑秀的在美 猜到他一定是来搞破坏 心瞬间量了半截 克里斯丁直接了当地问在美 是否还记得你第一次到我们家来那天 当时来我们家的东宇的朋友 就是眼前这个男人 问郑秀那天为何要来自己家 男人落井下石 回答倒是因为还有些事要跟他清算 在美直接傻眼 西闲疑惑要清算什么 男人却直接回答不能说 这是我和江戴美之间的问题 克里斯丁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听下去 质问在美在这种情况下 还敢说已经将过去整理干净了吗 面对想要阻止自己离开的戴美 愤愤地说你这个前夫理直气壮的 跑到我家来 把我家搅得一团糟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告诉戴美如果这个时候 仍然想要跟自己的儿子结婚 那就真的是无药可救 厚颜无耻的无耻之徒了 克里斯丁的话让戴美的心跌入谷底 郑秀还不忘在他伤口上撒烟 告诉他一开始就该按自己说的做多好 就是因为两人不听自己的安排 非要见血才啃死心 忍无可忍地在美中鱼拿起水杯泼向他 问男人不是一直想知道 自己打算怎么回应连锁店的提议吗 本来我为了不再跟你有瓜葛 已经想好要放弃 但是现在我决定不放弃了 不对 是不能放弃 你这种人做出来的食物 根本不是人吃的食物 而是毒药 你想把毒药散播到各个角落 我不会坐视不理的 今后你给我好好看着 像你这种随意掠夺别人 践踏别人的人 是怎样在寝客之间被毁灭的 尔来已经对生活放弃了希望的亨道 在经过郑西的劝说后 决定为了两个女儿重新振作 郑西陪着她置办新的住所 两人相处的画面 俨然像一对新婚小夫妻 似乎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这天给亨道送年糕的郑西 得知朱莉今天会带人拉过来 正想要离开 却被朱莉撞个洞着 愤愤的命令亨道先将女儿带走 讽刺郑西动作还真是够快 难道两人现在已经生活在一起了吗 郑西却觉得 她现在没有资格管两人的事 朱莉硬撑着告诉她 并不关心两人的关系 只是担心孩子知道后会受到伤害 叫住要离开的郑西 愤愤的问她从自己身边 抢走了那个男人 现在心里一定很开心吧 幸福死了吧 但是你觉得那个幸福能持续多久呢 看着满是疑惑的郑西 告诉她那个男人 在跟自己生活的十年里 因为觉得对不起你和孩子 每一天都心不在焉的活着 可是现在她对小孩子的负罪感又开始了 你觉得她会完全忠诚于你吗 郑西问朱莉到底想要表达什么 于是朱莉告诉她 自己会躲在他们看不到的地方 两人要干嘛也跟自己毫无关系 但是像这样现在看见两人 却让人很不爽 令令郑西不要让自己看到 她和亨道在一起的画面 不然自己也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来 郑西说出了亨道在离婚后 身无分文的情况下 不但身体出了问题还被医院辞退 那时候的她觉得人生跌到了谷底 现在她鼓起勇气回到首尔 只是为了做一个 不让孩子觉得羞耻的爸爸 希望朱莉可以管理好自己的心情 别影响到孩子 听到这朱莉就更生气了 告诉郑西自己可没那么高尚 让她以身作则后再来跟自己说教 是拉正兴奋地告诉父亲 今晚妈妈允许自己跟爸爸住一晚 朱莉就进来了 两人不搭理朱莉来到床上拍照 朱莉好奇地四处打亮 看到摆着两个情侣水杯心中充满疑惑 家里的任何一个角落 都像是两人在一起生活的样子 直到在卫生间看到梳子上的长发 朱莉终于忍无可忍 拉着女儿要马上带她离开 不明所以地哼道连忙阻止将她拉了出去 问她为何突然改变想法 朱莉愤愤地质问家里的任何一个角落 都是那个女人为你挑了吧 那女人的品位就是又土又浮 哼道解释她只是为了帮我重新生活而已 以为朱莉是担心女儿在意那些 朱莉却对着她咆哮 不是怕女儿在意 而是因为我在意 因为我讨厌那些 问她为什么要对自己那么残忍 你以为我为何要放开你 正是因为确定了你不爱我 但是你现在是想要用这种方式 再让我确定一次吗 我一天到晚都在想要和你复合 直到现在都在强忍着而已 但是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 直到现在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她嫌我不行 为什么你能爱她却不能爱我 理由到底是什么 赞美为了不再受郑秀威胁 正式地参加BEST主办的 周店连锁竞赛 看着郑秀努力的讨好文理事 赞美满事不屑 郑秀看着对自己威胁最大的赞美 不死心地劝她放弃比赛 赞美自信地告诉她 不会再让她来操纵自己的人生 郑秀嘲讽到就算你满身傲气 但是你能赢得了我吗 周王殿可是有着传统和历史的名殿 赞美无庸置疑地回答 那也是从我这里偷来的殿 行与不行较量一下才会知道 竞选结束时 喜秀的孩子也差不多该出生了吧 虽然不是我而是老天爷说了算 但是那时候你必然会失去一切 我保证 这大大的刺激到了郑秀 瞪着眼问她凭什么下那样的结论 就凭着世界上老天爷还是有眼 行吗 离开的赛美回想起克里斯丁曾说 自己与过去纠缠不亲 打电话请求她跟自己见一面 忐忑不安的喜秀请求丈夫放弃比赛 看着肚子一天天大起来 越来越后悔当初对待美做的事 郑秀却讽刺已经太晚 船已经开了就不可能回头 问女人自己没何在美离婚时 她为何不后悔 觉得事情发展到现在这样 都是喜秀一个人的错 冷冷地告诉她 将在美说孩子出生不久后我会遭天遣 到时候即使我家庭破碎了 钱还是得捞点吧 在美鼓起勇气来到冬雨家 此时冬雨将一个戒指戴在妈妈手上 告诉她这个世界上 妈妈是自己爱的第一个女人 而自己也送了一样的戒指给赞美 因为她是让自己懂得爱的女人 希望自己真心爱着的两个女人 能互相爱护 理解 接受 请求妈妈不要再去追究在美的过去 接受她的爱 悉嫌在一旁讽刺 辛苦陪着你三十多年的妈妈 怎么能和只认识几个月的女人一样 告诉她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 克里斯蒂命令悉嫌闭嘴 让儿子继续说 我不是一时冲动决定的 她最开始是要申请离婚无效来找我的 被丈夫欺骗离婚 但还是相信她的丈夫 她那愚蠢的行为让我很生气 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不知不觉喜欢上了她那傻傻的样子 有什么不顺利的事 也总是很乐观 很坚强 很真诚 那单纯的样子让我很感动 她就是那样的人 那个女人 因此能不能只看她本事 求您一定要同意 我真的有信心 不会再让您失望 会好好生活的 求您一定要相信我 这时再美也来到了房间外 克里斯冰愤愤的告诉儿子 自己绝对不会允许 她跟那样可怕命运的女人在一起 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 所以绝对反对两人结婚 绝对反对 春男一脸紧张的告诉再美 我家那位绝对不会同意你们结婚的 所以在她更恐怖之前快离开吧 东宇反复的问妈妈是真心的吗 克里斯丁毋庸置疑的告诉儿子 绝对得真心 就算要动用我全部的力气 我的权力 我的背景 我一定不会放过她的 看说服不了妈妈 东宇决定拿出杀手锏 门外的再美越来越紧张 东宇将婚姻申请书弟给妈妈 告诉她自己已经是成年人 如果她到最后还是不同意 自己就只剩下这一个办法了 西贤愤愤的质问 是那个女人叫你这样做的吗 终于绷不住的再美直接冲了进来 克里斯丁嘲讽 你是为了这样所以才要见我的吗 看来你比我想象的还要厉害很多呀 想要再美我的允许下 把我的儿子抢走结婚吗 脸皮真够厚的 春男看着婚姻申请书也傻眼了 再美慌张的解释 这不是两人的本意 东宇则告诉大家 这是和再美的关系 是自己一个人的决定 告诉妈妈就算她不允许 自己也会这样做 对儿子彻底失望的克里斯丁 愤愤的说要与她断绝母子关系 您知道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 但为了能跟爱的人在一起 再美还是追着克里斯丁 来到了她的房间 却被贺令叫她马上出去 跪在地上请求她能给自己一点时间 告诉她自己其实也是想了又想 想了又想犹豫了很久后 才跟律师在一起交往的 我能理解您是因为担心我以前的牵绊 所以才如此反对 但是我和她绝对不会还留有任何情 克里斯丁疑惑着女人是傻还是单纯 怎么就听不懂人话呢 现在不是有没有感情的问题 看着满脸疑惑的再美 愤愤地告诉她 我是不能接受 你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这件事 放过我的儿子吧 你们结婚是无论如何都不可以的 绝对不可以 看着心爱的女人受尽妈妈的侮辱 让东宇对妈妈彻底失望 虽然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可是我接受不了 对不起 就这样拉着再美离开 留下的只有心碎一地的克里斯丁 痛苦绝望的哀嚎声 东宇直接将再美带着汗江边 再美觉得她妈妈并没有错 作为妈妈想把全世界 最美好的东西都给儿子 而自己算什么 东宇一脸真挚地看着再美 让她好好听清楚自己说的话 不管别人说什么 我都不管 我们没有任何不能结婚的理由 不 即使有一百万个 一千万个 有天上的心情那么多的理由 都没有关系 因为我爱你 再美听着男友的表白 似乎失去的信心又被重新拾回 朱莉因为上次的事对亨道有怨恨 再来接女儿时告诉她 以后不会再让她见女儿 不顾亨道的疑惑 愤愤地开车离开 心情沮丧的亨道 将朱莉的决定告诉了正希 觉得自己身为父亲 一直以来却只给孩子带来伤痛 真的很没有资格做父亲 正希坦言剩下的人生 想要和她重新开始 但是却不希望她每天后悔着过日子 让亨道在还不算太晚之前回去 本就心情郁闷得再美 却撞见曾抛弃自己和妈妈的父亲 和妈妈拥抱分别的画面 整个人惊呆在原地 亨道上前和女儿打招呼 颤颤巍巍地向她解释 因最近发生太多事 所以可能她看到这样的画面 无法理解 不等她把话说完 再美愤愤地质问 我都亲眼看见了你还狡辩什么 想不明白为什么都过了十年了 父亲还要来招惹妈妈 真是狗改不了吃食 听妈妈说 你跟新老婆不合适吗 所以你现在又想找一个新的吗 女儿的话就像一把刀 一刀刀割在哼到身上 正希追着女儿质问 就算爸爸再怎么有错 也不可以那样对她不是吗 再美瞪着眼质问妈妈 为什么不可以 不管什么理由 一个有家庭的男人 这么晚了不回家还来见前妻 你说说这项话吗 你可知道刚才看见你跟他抱在一起 我差点疯掉了 愤愤地问妈妈 难道忘了我为何会离婚吗 就是因为那个人外遇了才离婚 如果你感到孤独 也该去见别人啊 为什么是爸爸 听到正希说爸爸离婚了 再美一脸的不可置信 艰难地说出自己的猜测 离婚难道是因为妈妈吗 正希在一旁努力地解释 正希勇敢地告诉女儿 不能说跟我完全没有关系 虽然那个家本身就有很多问题 但真正的导火索失我 虽然我有很多理由可以说谎 但是我却不想那样 因为我没有对不起任何人 包括你 希望女儿能理解自己和她爸爸 再美冷着脸告诉妈妈 要跟爸爸过就跟 但是自己无法理解两人 是拉每一天都在计算着 和爸爸见面的时间 却不小心被朱莉撞变 同女儿手中想走个剩下的 唯一一张全家福照 命令石拉再也不许想她爸爸 愤愤地将照片撕碎 东宇见状 指责姐姐不该那样对待石拉 不该把她的愤怒强加在女儿身上 朱莉嘲讽 没生过孩子的人没资格管 告诉弟弟真的聪明 就该好好处理离婚女的事 东宇却希望姐姐能够忘掉对姐夫的恨 重新开始新的人生 朱莉愤愤地告诉她 对新出发没兴趣 绝对不会饶过她 让她跟那个大婶幸福生活 发誓无论用什么方法 都会让她再也进不了医院工作 东宇看着姐姐这入魔的状态满是无奈 克里斯丁为了拆散儿子跟在美 开始绝食装病 不料东宇却没搭理 她直接去上班 克里斯丁大叫儿子没人信 开始对着食物大快赌仪 决定另想她法对付儿子 何希贤再次把再美给叫出来 两人看好说胆说 再美依然固执地说不能跟东宇分手 面对着对自己大吼大叫的两人 再美鼓起勇气说自己不能这样做 因为不想让妈妈看到 她女儿变成这副样子 最后只能落荒而逃 同一时间正希也意外从大文口中得知 再美被对方家庭拒绝的是 匆匆来到东宇的律师所 希望能让自己跟他妈妈见一面 东宇为了不让正希受到和再美一样的对待 无奈地告诉他现在还不是时候 正希却觉得只要能让女儿幸福地笑 就算叫自己跪在地上祈求 自己也心甘情愿 于是东宇让正希再等待一个月 比赛结束后和韩正秀完全没有牵扯了 那时候更能堂堂正正地见面 东宇刚送正希离开 克里斯丁和西贤也来到了公司楼下 和正希撞得正着 互看不爽的两人互相约定 以后碰面就当是陌生人一般 不要再跟对方打招呼 分开后的正希仍然觉得心跳加速无法呼吸 看着两人消失的地方隐隐觉得很是不安 克里斯丁让斯基马上调查再美的父母 对于妈妈重新接受爸爸的事 在美心中对他充满埋怨 于是正希特意来到女儿的州店 邀请他一起出去吃烤肉 东宇打来电话给再美 将正希知道家里反对后 来找自己说要见妈妈的是告诉了他 再美疑惑妈妈为什么要去找东宇 因为他觉得你好不容易得到了幸福 想要为你守住幸福 所以才想要见我妈妈 就算下跪也要劝我妈妈同意来着 再美的心一点点被触动 正希向女儿道歉 现在他那么多心烦事 自己不但没有帮上忙法而怀离你添乱 真的没有当妈妈的资格 听着妈妈的话再美不禁觉得更心痛了 泪水螺旷而出 觉得自己才没有做女儿的资格 真的很自私也不像话 正希第一时间来到亨道的住所 此时男人还在因不能见识拉尔伤心 正希将女儿说的话告诉他 看着满脸感动的男人 问他马上就要找回失去了十年的女儿 怎么还是一脸不开心的样子 哼道给予正希一个大大的拥抱 内心越来越扭曲的正秀 想着再美说自己很快将要失去一切 越来越惶恐不安 发誓这次绝不会让再美活下来 彻底的将她击垮 披改平时对喜秀冷淡的态度 对着她嘘寒问暖 最后提议将房子抵押扩大便谱宣传 再美为了比赛努力的和电源们 在路边发传单 以打八折的优惠吸引顾客 正秀故意在不远处 带着美女手舞足蹈的宣传 直接以五折的价格销售 对着再美叫嚣 让她好好看看 就连公交车上都是自己电子的宣传 看着气炸了几人 洋洋得意的说 要做就要做到那种程度 叫再美不要再在马路上挣扎 乖乖放弃比赛 看着不搭理自己的女人 嘲讽她马上就要倒闭了 还宣传的啥 侦探社按照司机的要求 悄悄拍下了正希和亨道的照片后 将他交到了司机手上 告诉他父亲的照片也在里面 在照片的后面 克里斯盯让司机马上将照片带过来 准备出门上班的冬雨 正好遇到来送照片的金司机 看着男人惊慌的样子 开着车的冬雨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正在春男好奇是什么文件打开翻看时 赶回家的冬雨从爸爸手中抢走了文件 看到写着是在每一家的资料 让冬雨无比气愤 克里斯盯正义凌然的告诉儿子 自己也是没有办法才这样做不是吗 谁让两人死活不肯分开 只能找他的妈妈这一个办法 面对家人的劝阻 冬雨大声咆哮后告诉妈妈 他真的让自己太失望了 朱莉也责怪弟弟不懂事 妈妈他又有什么错呢 只是不想让你找一个离婚女而已 春男也告诉儿子他姐姐就是因为 跟一个离过婚的男人在一起 所以婚姻才会失败 叫儿子乖乖听话不要大吵大闹的 克里斯盯命令几人闭嘴 问儿子说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 那段时间我已经尽力的去理解你 想要说服你 再美的过去 对我来说没什么 虽然很爱妈妈你 也知道妈妈你很爱我 但如果那份爱让人有负担 用错了方法的话 我会拒绝不顾所有人诧异的眼神 朱莉强行将自己的想法夹在女儿身上 告诉她以后不许再见她的爸爸 世拉伤心的问妈妈 你们离婚的时候问过我了吗 虽然妈妈你跟爸爸分手了 但是我没和爸爸分手啊 为什么不让我见爸爸 朱莉无庸置疑的让女儿按自己说的做 好好换好衣服去上补习班 春男忍不住问朱莉 你又不是不知道世拉有多爱她爸爸 怎么可以这样将两人分开 朱莉却觉得她是自己的女儿 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命令爸爸别管 春男忍不住喃喃自语 怎么会跟他妈妈一模一样 很快朱莉就接到了补习班老师 打来的电话 告诉她今天是拉没去上课 在哼到家准备饭菜的正希 被通知下楼去接小孩 将世拉给带回了家 从她口中得知 是因为妈妈不许自己见爸爸 所以偷偷跑出来的 朱莉来到补习班问询 正在着急女儿到底去哪里时 接到了正希打来的电话 第一时间赶了过来 看着三人相处的幸福画面 愤愤地命令女儿跟自己离开 看着躲在哼道身后的女儿 不顾一切地想要将她拉走 不料世拉却直接甩开了她的手 瞪着眼说自己要跟爸爸在一起 朱莉愤愤地问你真的要这样吗 看着女儿坚定的样子 正希拦住想要追出去的哼道 决定自己去跟朱莉谈 让她好好整理心情后 带着孩子离开 对正希恨之入骨的朱莉质问道 你算什么 我不是分明说过不想见你吗 可是你不但让我见到了你 还要在我面前耀武扬威 故意在那个男人和女儿之间 是要排斥我吗 你是因为十年前我破坏了你的家庭 所以现在在报仇吗 如若不是 为什么要夺走我所有的东西 我因为你已经失去了一切 正希解释自己从未想过要报仇 不然怎么会等了十年才报仇呢 你拥有的所有东西 是我想夺走就能夺走的吗 我说过了 不是我夺走你的一切 只是你没有守住而已 朱莉正义凌然地告诉正希 现在你是破坏我家庭和伤害我的人 即使听到朱莉如此无情的话 恨到还是让她带着事拉回去 在车上女儿告诉妈妈 是因为听到爸爸说妈妈现在很伤心 很需要自己 所以才答应跟妈妈回家 朱莉虽然无比痛心 却始终无法原谅那个 从未将真心给自己的男人 始终无法接受 儿子娶一个二婚女的财阀太太 决定利用在美的善良逼两人分手 将她带去寺庙 击败早妖的孩子狗蛋 告诉在美曾惊害死过自己的一个孩子 因为太忙一直以为她是感冒 给她吃了很多感冒药 最后才知道是肺炎 但由于孩子体质太差 最后还是晚了 孩子死后就快要崩溃时 是贝贝地到来 让自己重拾信心走出阴霾 看惊恶的在美 告诉她自己的两个孩子中 其实有一个是领养的 在美颤抖的问学律师就是贝贝吗 克里斯丁没有正面回答 告诉她那不是重点 重点是孩子对父母来说多么重要 失去后也许就再也无法挽回了 但是现在却因为你 又要丢掉一个孩子了 在美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于是克里斯丁将东宇离家出走的事 说了出来 告诉她如果儿子 还要继续违背自己的意愿选择结婚 就会再次把孩子埋在心里 就像那个死去的孩子一样 最后让再美自己做出选择 再杀一次我的孩子 又或者是将她还给我 表示会给她三天时间考虑 同一时间西贤叫上春男 一起来到律师所想要劝东宇回家 固执的东宇却告诉两人 在妈妈同意自己结婚前绝不回去 灰溜溜离开的两人坐在路边聊天 西贤安慰姐夫让她别太伤心了 孩子养大了都是这样 春男告诉她现在最担心的是她姐姐 一个孩子离婚了 另一个孩子被离婚女给勾走了 该有多伤心才会去寺庙待着呀 这让西贤想到了自己的孩子 起码姐姐还能跟孩子们一起生活 而自己的孩子现在在哪里都不知道 询问姐夫当年自己抛弃的孩子 现在是否有消息 紧张不已的春男嘰嘰巴巴的告诉她 当年都是她姐姐做的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西贤却告诉她自己这次回国的真正目的 就是为了寻找当年抛弃的孩子 春男疑惑都过去了那么多年 现在为何还要回来找孩子 西贤回答作为妈妈很担心她过得好不好 只是想从远处看她一眼就好 不停向姐夫打听孩子的消息 毫无招架力的坑南手足无措 只能回答我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逃开后回想起当年领养孩子的女人 又将孩子给送回到妻子手里的情景 孩子的衣服上绣着福亚福亚四个字 意思是以爱的名义降生到这个世界 从那时起 克里斯丁就决定将这个孩子 代替死去的孩子 春男想着如果西贤继续追究下去 让家人们知道一定会出大事的 正希陪着亨道去养老院参加公益 世音没有事先通知朱莉 直接将她带到了养老院 想要让她帮老人化妆 朱莉对世音的做法很不满闹 正要离开 却在下一秒看到 亨道与正希走了进来 心中充满醋意的她马上决定留下来 休息时看着两人甜蜜的模样 瞬间气炸 对着来到洗手间的正希冷嘲恶否 看正希不搭理自己直接上手 问她怎么能当着男人妻子的面勾引男人 正义凌然的说 自己现在跟亨道还没彻底离婚 如果我想要挽回的话 那个男人只能乖乖和我重新生活 正希却觉得朱莉没有资格 在她最困难窘迫的时候 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她 现在有什么资格谈挽回 叫朱莉不要再耍孩子脾气 气急败坏的朱莉意外听到了土院长说 最讨厌私生活混乱的人 觉得亨道夫妇一起做志愿服务的样子 真的很棒 打算拼用亨道在这里上班 躲在暗处的朱莉 马上就想到了如何报复两人 当院长热情地向大家介绍两人时 愤愤不平的朱莉站出来告诉大家 正希并不是亨道的妻子 而是破坏好好家庭的人 面对别人的质疑 宣布在一个月前自己还是亨道的妻子 现场一片哗然 看着落荒而逃的两人 朱莉脸上露出满意的笑 正希不予余力地讨好洗秀 终于从她手上拿到了房子贷款的贫折 想着钱已经到位 现在打败再没只是时间问题 很快就能让她看到财阀诞生的奇迹 从寺庙回来的在美约出男友 艰难地询问如果伯母不再见她 会怎么样 有自信一辈子都不见她吗 看着女友一脸认真的样子 东宇回答没有自信 因为妈妈没有我活不了 她是把我当成比生命更重要的人 所以我无法把妈妈变成废人 自己幸福的生活 听着她的话在美在心中下了某种决定 两人来到婚纱店拍照 看着一脸幸福的东宇 在美的心却越来越痛 两人一起留下了最幸福美好的时刻 在美就这样呆呆地看着男友 一整晚都心不在焉 第二天跟克里斯丁约好见面的地方后 故意发信息给东宇 让她以为是误发 克里斯丁迫不及待想要知道在美的决定 听到在美说会跟儿子分手 克里斯丁心里瞬间恶开了花 反复跟她确定无论儿子再怎么纠缠都不会再跟她复合了吧 得到确定的答案后 跟在美约定在寺庙里两人的对话 将是永远的秘密 绝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这是终于赶到的东宇 听到了两人说要对秘密守口如瓶 无比满意的克里斯丁 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信封给在美 叫他收下钱好好生活 忍无可忍的东宇冲了进来 克里斯丁看着儿子直接吓傻 质问在美难道是他叫儿子来的吗 东宇打开信封后 愤愤的命令在美跟自己走 对着妈妈咆哮以为用那点钱 就能拆散两人吗 真是幼稚失望愤怒 被儿子这样说的克里斯丁气的拍桌子 在美却直接收下了钱 正义凌然的说就当是和她交往事 浪费人生的补偿 甩开了抓着自己的东宇 反应过来的女人感叹 用这种方式整理真不错 其实还真是个不错的女孩 真是太可惜了 在美一改平时对待东宇的态度 冷冷的说会跟她谈 面对着愤愤之问自己的男人 告诉她确实作为妈妈的伯母 将所有能做的都做了 东宇咆哮为什么不告诉自己 在美问告诉你后 让你又去大闹一场了 告诉东宇只要是自己不愿意 就算伯母再怎么强迫自己都没用 所以现在决定分手是自己的意思 东宇不明白再美为何突然变了 于是在美很下心告诉她 交往以来一直隐瞒我离婚女的身份 害我多了一个厚颜无耻的罪名 信誓旦旦的说家人一定会同意 结果能做的就是耍孩子脾气离家出走 所以与其那样 不如现在就把两人的感情整理好 东宇一货短信是故意误发给自己的吧 在美冷冷的回应 是因为不想让的话重复两次 看着对自己失望无比的男人 强忍着心痛告诉她 就倒是遇到一个不合适的奇怪大姐 谈了一场恋爱吧 克里斯丁刚觉得可以松一口气 又从丈夫那知道了西贤回韩国 是为了寻找抛弃多年的孩子 暴脾气的她直接跳下床 三步并两步的腾进西贤房间 不给她反应的机会 抓着她的衣领命令 以后不许再找那个孩子 不然你会死 我也会死 看着一脸惊恶的女人 让她答应自己以后 不许再提起那个孩子 第二天吃饭时 朱莉洋洋得意的将昨天 做志愿者时 让哼道难堪的是说了出来 克里斯丁恨不得给女儿两巴掌 告诉她两人已经没有了关系 就不该再去为难别人 听着妈妈这样说朱莉更委屈了 觉得心中全都是恨 却没人能理解 丢下几人愤愤的离开 春男忍不住唠叨 这孩子不知道像谁这样不甘心 早知这样又何必离婚举手投降啊 西贤接着姐夫的话说 仔细一看跟我很像啊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立即遭到了克里斯丁和春男的质问 为什么会和你像 就是长得完全都不一样 西贤不以为然的回答 并不是说外表像 而是说做事的风格 我那时也是喜欢有妇之夫 最后被那男人无情的抛弃 差点在他家放火 都拿着没追过去了 忍无可忍的克里斯并命令 西贤闭嘴 贺令他马上从自己家出去 再这样就强行把你扔上飞机送你回去 看着拍案而起的姐姐 西贤满是疑惑 搞不明白他怎么会变这样敏感 土院长正式通知亨道 由于他的生活作风问题 无法让他认知 朱莉看着将自己约出来的男人 认定他一定是因为自己破坏他的好事 所以找自己出来算账 不料亨道却告诉朱莉并不怪他 叫他出来也是因为觉得抱歉 都是因为自己的错 害他这样生气 毁了他的人生 从十年前和他开始就是错误的 所以都是自己的错 叫朱莉想怎样发泄都没关系 都会接受的 是啦也是 不想送过来就别送了 会等到他心里舒服为止 朱莉硬的头皮告诉男人 就算让自己死十次也无法原谅 无奈的亨道请求朱莉帮忙 将书交给女儿 忍无可忍的朱莉 叫他干脆大声骂自己还舒服 觉得他唯唯诺诺的样子让人受不了 亨道硬是将书塞进了朱莉手里 随后来到了正希的服装店 看着男人在自己面前强颜欢笑 带着他来到女儿的州店门口 让他好好看看他的女儿 之前承受了那么多的痛苦 都没有挡下 从来没听他说过辛苦 一直这么的朝气蓬勃 有那么漂亮能干的女儿 你还觉得你什么都没有吗 希望亨道可以坚强一点 也许再坚持一下 就能找回失去十年的家庭和女儿了 朱莉将白天亨道给自己的书 放在了女儿的枕头旁 默默在心中下了某种决定 和东宇分手后 再没写了一封信给克里斯丁 并将钱还给了他 感谢他曾经接受过那么不足的自己 在以后的日子里 只记住他曾对自己的好 其他的全都忘掉 看着再美放回信封的钱 克里斯丁冷着脸感叹 看来他真的爱过自己的儿子 春男冲进来告诉妻子 西贤说要自己去寻找孩子 打算去曾生孩子的医院找一找 听到这克里斯丁奋奋的 大叫西贤的名字 命令他马上过来 这时对妈妈起疑的东宇 回到家着急的询问司机 上周两人到底将在美代去了哪里 男人以会长要求保密 唯有拒绝回答 此时家里两个女人闹得不可开交 克里斯丁质问西贤 当年丢下刚出生的孩子离开 现在有什么资格寻找 西贤正义凌然的回答 作为母亲哪需要什么资格 血缘就是最好的铁证 就算姐姐再怎么阻拦 自己也会想尽办法找到她 叫姐姐别拦着 来到门外的东宇 听到西贤说妈妈去庙里的事 看着追着阿姨出来的妈妈 质问她难道周末 带着再美去庙里了吗 对着妈妈咆哮 到底刚才对她说了什么 她才会这样放弃我 还有在门外分明听到你们说秘密 那个秘密到底是什么 才能让她下定决心抛弃我 反应过来的克里斯丁 没有正面回答儿子 让她赶紧回房间休息去 借口说你一定是太累了 所以听错了 春男拦住想要刨根问底的儿子 让她适可而止 东宇看着在美留下的分手戒指 暗自下定决心 一定要查出那个秘密 定期到医院做孕检的洗秀 被医生告知现在她的状况很不好 让她尽快带着丈夫到医院 确认手术时间 此时郑秀郑和文里是在咖啡厅 看着妻子的来电直接挂断了电话 尽情地跟女人玩着暧昧 却不知有一双眼睛正死死地盯着她 横道从郑熙这知道的女儿 正在参加比赛的时候 决定为女儿出一份薄力 来到地铁口为周店发传单 开车经过的在美看着熟悉的身影 却无法相信那就是自己的爸爸 横道突然想起郑熙说女儿 正在为比赛的第一次审查而努力 如果能通过健康检查中心的送货就好了 连忙抛出手机给老同学 向她打听在健康中心上班后备的电话 刚进门的西贤 就遭到姐姐拿着纸条质问 不听她任何的解释 命令丈夫马上去房间将她行李拿出来 面对西贤的疑惑 指着她问我分明警告过你了吧 在我家我就是法律 你违背了我不许你找孩子的警告 所以我不会再见你了 马上从我的房子里出去拍 还好有春男祖兰将她拉回了房间 只剩下西贤在身后大叫 无论姐姐如何阻拦都要找回我的孩子 在医院推销的在美 遇到了在等人的亨道 带着疑惑躲在背后偷听两人的谈话 知道了父亲是为了帮自己 拜托后辈帮忙集体定舟 面对着后辈的冷嘲热讽 亨道陪着笑脸一一接受 不停地拜托后辈帮帮忙 看着父亲为自己受尽委屈 在美流着泪质问他 当年抛弃了自己和妈妈 是为了这个样子在自己面前出现吗 觉得虽然恨爸爸 但是实在是看不了他现在的样子 让人伤心失望又心痛 亨道的手悬在半空 却不知该如何安慰女儿 此时朱莉刻意来找亨道 却遇到了来做饭的正希 想要心平气和地跟他谈一谈 拖言无耻地请求正希将哥哥还给自己 正希不理解朱莉是天真还是傻 明知道自己也同样爱着亨道 怎么还能对着自己说出这样的话 一直以来两人见面都是针锋相对 正希看朱莉始终固执己见 觉得已经没有继续劝说她的必要 朱莉却不肯放手 此时在美送父亲回到楼下 亨道邀请女儿上去坐一坐 朱莉前脚刚离开 亨道就带着在美进了屋 本来正希还想要说朱莉的事 却在看到女儿后一脸意外 知道女儿已经接受了亨道 让正希无比欣慰 表扬女儿做得太好了 分开十年的三人第一次一起吃饭 亨道像以前一样为女儿夹她喜欢的菜 在每想起曾经一家人在一起吃饭时 爸爸也是像现在这样宠爱自己 久违的父爱让在美觉得无比幸福 今天是第一轮竞赛发表的日子 郑秀回想起曾经在每秒是自己的样子 在心里认定她今天一定会落选 喜秀请求丈夫出去时 顺便跟自己一起去趟医院 告诉她医生说想要跟她定下手术的日期 郑秀却一副势不关体的态度问道 为什么你手术的日期要和我商量呢 让喜秀自己定时间就好 喜秀可怜巴巴的说自己害怕 却再次被丈夫以今天要和在美 大战一场唯由拒绝 冷冷的摔门离开 即使被单方面的跟在美分手 东宇依然在这个重要的日子 强制性的送在美去现场 告诉在美自己绝不接受 那样无理由的分手 在美却叫东宇 不要再在自己身上浪费时间 愤愤的男人直接一脚油门冲到停车场 叫住要离开的在美 将一个十字秀送到她手上 让她气消了再离开 面对在美的疑惑 告诉她这是能为她带来好运的十字秀 是自己辛苦熬夜做出来的 眼睛红了 手也被砸破了好几个洞 在美疑惑难道不是在文具店 一千块买的吗 看着一脸尴尬的男人 在美请求她以后别这样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还有很多关卡要过 不希望东宇继续妨碍自己的人生 文理是公布第一轮竞赛结果 对过去三个月的卖出进行比较后 前三名通过的店铺里 包括了在美和正做的店 第二轮竞赛是两周后通过新产品财发 来选出优胜者 郑秀知道研发新产品是在美的强项 瞬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故意嘲讽在美是靠爸爸 接到了健康中心的单子才勉强胜出 在美让男人有时间关心这些 不如多花点时间去好好学习 问她不会又打算顾及重演吧 郑秀辩解说不是抢而是市场竞争 假意恭喜在美通过第一轮 讽刺这次是最后一次恭喜她 在美看着洋洋得意离开的男人 心里想着如果她再次用那种方法 那就是自觉坟墓 急切地想要知道妈妈和在美蜜蜜的东宇 悄悄跟踪她来到了吻游寺 却意外看到妈妈伤心不已 正在对着牌位祭拜 东宇看着妈妈在寺庙里对着牌位痛哭 心中充满疑惑 询问僧人供奉的是谁 准备离开的克里斯丁 看到了儿子的车无比惊讶 瞬间心凉了半截 东宇看着灵位想着刚才僧人的话 这里是供奉死去孩子的灵位 赶回来的克里斯丁叫儿子跟自己谈一谈 带着儿子来到上次和在美待过的小房间 看着他一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样子 克里斯丁拿出孩子的照片 告诉儿子在那里供奉的 是自己早早夭折的孩子 东宇疑惑本来家里是三姐弟吗 那为何一直都没有告诉自己 克里斯丁回答妈妈只生了两个孩子 只有这个孩子和另外一个 看着他一脸难以置信的样子 鼓起勇气说道 你和你姐姐有一个是别人家的孩子 和我们没有学人关系 其中一个孩子是在妈妈最痛苦的时候 领养的孩子 东宇艰难的问寻谁才是被收养的孩子 克里斯丁没有正面回答 反问道你觉得是谁 为何在我说你非要跟在美结婚的话 我就把你赶出家门的时候 在美会放弃 告诉儿子其实在美还是挺懂事 为了不让我和你有怨恨 所以才放弃了你 这样算是解开你心中的一团了吧 西贤在以前生孩子的医院 接到四处打听 最后终于找到已经搬到另一处的医院 现任院长告诉他目前也许只有一个 在这工作了四十年的护士知道 但现在却无法联系上他 于是西贤留下了联系方式给院长 克里斯丁反复跟儿子确认 一定会跟在美分手的吧 心灰意冷的东宇告诉妈妈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坚持结婚 我不就真成了一个忘恩负义的家伙了吗 克里斯丁拜托儿子 这件事一定要对他姐姐保密 东宇则回答该是我拜托妈妈你才对 克里斯丁安慰儿子两人什么都不会改变 你永远都是妈妈最骄傲宝贵的孩子 朱莉回想起给正希下跪的情景 不死心的打电话说想要跟他见一面 下定决心的正希告诉他无话可说后 直接挂断了电话 下一秒朱莉就来到了服装店 看着想要赶自己离开的正希 问他我的跪下来求你 让你替我的女儿考虑一下 就算这样你也不愿意帮我吗 正希告诉他既然说到女儿 那我也再说一句 你也知道我女儿一直以来都恨他爸爸 但是不久前两人好不容易和好了 花了十年的时间 现在你又跑出来搅合 他会怎么看他的父亲 所以为了我女儿 我也不能再重蹈覆辙 朱莉只能愤愤地离开 出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普院长 正希带着亨道来到女儿的州店 两人特意喂在美满的饭 亨道热情地询问女儿 有没有什么自己能为她做的 下水道或者水龙头又或者灯有没有坏的 父亲的举动让在美不知所措 亨道责怪正希妨碍了孩子的工作 正希则告诉他女儿是不好意思才那样 走在回家的路上 两人互相安慰 决定把握好人生中 最后一次抓住幸福的机会 看着紧紧拥抱的两人 不远处的朱莉愤怒的火苗越烧越旺 为了知道在美研发的是什么新产品 正秀特意派人 在他州店的垃圾桶里寻找线索 男人找到了在美特意为他准备的 荷兰秦基斯州的相关笔记 看着袋子里全都是用剩下的芹菜 男人没有丝毫怀疑地将自己看到的 告诉了正秀 于是正秀询问文理事 如果两家州店用一样的菜单 自己是不是一定能赢 女人毋庸置疑地告诉他那是肯定的 毕竟第一轮你的分数最高 和审查委员们也很熟 听到这正秀自信地告诉他 自己的新菜单是野芹菜囤积肉粥 终于抽出时间的正秀带着洗秀来到医院 医生愤愤地责怪他 怎么那么晚才带妻子来 男人却不耐烦地让医生有话快说 于是医生告诉他洗秀有妊娠性高血压 正秀疑惑才24岁 怎么可能会有高血压 医生表示虽然现在还不太严重 但是不注意的话会很危险 说要住院观察才可以 听到这正秀对妻子满事满怨 问他怎么能在这种关键时刻生病 就在这时接到了文理事打来的电话 洗秀告诉医生 两人的工作还有几天就能有结论了 想要结束后再来治疗 医生还想要劝说 洗秀没等他说完 说自己会小心的 请求医生答应自己一周后再住院 觉得这一周一定要陪在丈夫身边才可以 女人挺着大大的运渡 呆呆地看着橱窗里昂贵的衣服 请求丈夫帮自己买下 正秀却一脸嫌弃地问 挺着个那么大的肚子你能穿得下吗 洗秀觉得生下孩子就可以穿了 向丈夫撒娇请求他买下来 男人不耐烦地催妻子回家 看女人依然不死心 正秀不耐烦地将卡丢给了他 让他自己去买 自己则匆匆赶去找文理事赋约 只留下满脸失落的妻子 克里斯丁特意询问西贤 是不是还想要继续寻找孩子 西贤一脸无辜地告诉姐姐 你都下了死命令 难道我还敢一死抗争吗 听到西贤说已经完全放弃 克里斯丁激动得不行 握着妹妹的手说让他放心 自己当年将孩子放在一个很好的家庭 让他以后将孩子放在心里就好 看着西贤一脸委屈地离开房间 困难忍不住责怪妻子 当年不该让朱莉跟有父之夫在一起 随后又想到了儿子 问妻子他真的跟在美分手了吗 克里斯丁把片儿子说是捡癌的事 都告诉了丈夫 命令春男好好管住自己的嘴 春男愤愤地责怪妻子脑子不正常了吗 怎么能欺骗孩子那个 难道都不为孩子着想一下吗 克里斯丁却直接贺令丈夫闭嘴 春男还是忍不住唠叨 你这样拿孩子的人生开玩笑 会遭报应的 走着瞧 东宇约出在美说想要跟他见最后一面 在美还以为他又是想要劝自己复合 告诉他自己绝不会改变心意 东宇拿出两人的婚纱照样片 问他还记得那天的约定吗 回想起当时两人约定无论如何 都不会放开对方的手 觉得自己真的很没用 鲁莽又没有责任感 但一直以为只要真心相爱 就什么都可以原谅 可现在却发现那个约定 好像不能遵守了 我的心也收回来了 谢谢你 喜欢我这个没有心的人 为了我和我分手 那时候我不理解再没你的话 现在我理解了 你为什么要和我分手 在你和我分手时曾跟我说过 谢谢我在你身边 谢谢你爱过我 谢谢你对我好 我也一样 回头一看 所有的一切都谢谢你 和院长邀请亨道 担任第二外科科长 亨道疑惑院长 为何会突然改变心意 院长解释是因为 之前的误会解除了 正在亨道将好消息 告诉郑西时 朱莉一脸得意的 站在他面前 一改平时的嚣张跋扈 一脸诚恳的向他道歉 解释是自己经过了 深深的反省后 告诉院长 离婚80%的原因 都是自己的错 说虽然现在有点晚了 但也终于从梦中醒来 如果之前能解约点 帮助丈夫 两人可能都不会离婚了吧 希望亨道能原谅自己 看着男人 一脸难以置信的样子 告诉他自己真的变了 想要见女儿的话 就立刻让两人见面 毕竟父母离婚 已经够对不起他了 自己又有什么资格 阻止他变爸爸 问亨道 要不要周末送女儿 过去给他 惊呆的亨道 傻傻的问 真的可以那样吗 朱莉温柔的问道 那时候说会帮助 我是真心的吗 请你留在我身边帮帮我吧 就算是为了女儿 我也想用我的双手 坚强的生活 帮我到那时候为止可以吗 终于缓过来的亨道 感叹就算是做梦 也没想过你会说出这样的话 觉得很感谢朱莉的理解 会随时听候她的召唤 全力帮助她 朱莉就这样完成了 第一步计划 回到公司后 朱莉又以公司的名义 邀请亨道 当研讨会的老师 和在美分手后的冬雨 脑海里不断浮现妈妈说的话 西贤看着茶不思饭不想的冬雨 感叹最终 她还是为了妈妈放弃了爱人 无比像的克里斯 丁有一个懂事的好儿子 冬雨却突然问她 是否还记得自己小时候的事 西贤说自己可是亲眼目睹 她出生过程的人 冬雨难以置信的询问 真的看到我出生的样子吗 看着西贤有板有眼的回答 冬雨开始怀疑妈妈对自己说了谎 趁着饭桌上只有自己和爸妈 问到那时候出生的孩子 真的是因为体质太弱死的吗 看着惊慌失措的妈妈 请求她告诉自己实话 看妈妈无比确定的回答 冬雨问她为何阿姨不是这样说 阿姨说我出生时她看到过 是个健康的孩子 不等儿子把话说完 克里斯丁愤愤的让儿子想想 在寺庙里答应自己的话 不是说好绝对不会再说出去 为什么又要突然问起 而且还特意跑去问你阿姨 到底是为什么 冬雨告诉她只是因为自己想不通 妈妈说的话前后不一 阿姨说出生时是健康的孩子 那寺庙里供着的孩子又是谁 克里斯丁命令儿子闭嘴 问她就算阿姨再怎么聪明 她也比不过生孩子的妈妈吧 让儿子信自己的就好 看着愤愤离开的妻子 春男也让儿子不要胡思乱想 相信她的妈妈 回到房间里的两人 觉得西贤在这个家就是可定式炸弹 看着一脸兴奋走进房间的女人 担心西贤发现 朱丽是她女儿的克里斯丁 质问女人要在自己家住到何时 姐姐这突然大变脸 把西贤吓一跳 克里斯丁问她不是说是来找孩子的吗 现在既然不再找了 是不是该回去了 丢下你的丈夫待在这里那么久怎么行 快回去吧 西贤告诉姐姐丈夫 看不见自己更高兴 打算等喜秀生了孩子 看看孩子后再回去 今天是第二次料理比赛的日子 以为在美和自己做一样食谱的郑秀 信心满满 喜秀着急的进来 请求丈夫先陪自己去趟医院 觉得孩子有点异常 昨晚开始就没有动静 郑秀不耐烦的看时间 想要让她哥哥陪她去 却被告知哥哥去了菲律宾 于是郑秀急不情愿的陪妻子出门 经过医生反复的观察后 告诉两人孩子只是在睡觉 听到这阵秀气不打一出来 直接丢下两人愤愤的离开 面对着追上来道歉的妻子 告诉她怎么想都觉得孩子不该是自己的 不然亲生儿子怎么会在 这种重要的日子里让爸爸如此上火 本来就要去和将在美拼命 还未出门家里就先乱上了 你知道那有多让人觉得厌烦吗 喜秀问丈夫不是承诺过吗 就算不是自己的孩子也会承认她 可现在怎么能对着孩子说这么过分的话 郑秀继续蹬鼻子上脸 告诉妻子如果今天输了都是这家伙的错 早已习惯男人坏脾气的喜秀 乖乖认错道歉 最后还不忘鼓励丈夫好好加油 男人用一个冷冷的眼神回应 喜秀默默擦掉眼角的泪水 离开的男人却在愤愤的想着 等通过连锁电竞赛 你们母子也会完蛋的 第二次料理审查以独创性料理为比赛项目 三人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做出菜品 评价标准是味道 营养还有创意 郑秀不出所料的做出了抄袭的祭司舟 而在美则用新研发的童颜舟应战 主打可以让女性瘦身美龙养颜等功效 最后以最高分赢得了第二次审查 与郑秀将在第三阶段决出胜负 输了比赛的郑秀追着在美质问 怎么能像只小强一样怎么打得不死呢 看在美不搭理自己 抓着他说第三轮绝不会让他胜出 会踩着他灯上顶峰 在美不屑的嘲讽倒真的是这样吗 告诉男人用自己丢掉的菜单 那就是自觉坟墓 郑秀疑惑是什么意思 追着在美命令他快告诉自己 于是在美告诉他 那个菜单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朱莉带着礼物来祝贺亨道第一天上班 拿出邀请函 想要亨道担任乳癌研讨会的演讲 亨道觉得刚开始上班有点为难 朱莉可怜巴巴的说 这是自己工作以来负责的第一个项目 看来要取消了 最终在朱莉的盛情邀请后 亨道无奈的答应了他的邀请 西贤终于接到了院长打来的电话 通通出门时遇到了回家的东宇 抓着西贤询问是否记得自己出生的医院 西贤努力回想了好久后告诉东宇 是沿喜爱妇产科医院 西贤按照院长给的地址 终于找到了当时接触过孩子的韩护士 韩护士认出了他就是 当年抛弃孩子的未婚妈妈 西贤急切地想要知道现在孩子在哪里 韩护士无奈地告诉他 自己只知道是一对未婚夫妇领养的 好像是在三川洞 经营着很大的一家韩石店 西贤询问店子的名字 韩护士却突然想起 当时那家店发生过很大的火灾 新闻还大幅度地报道过 这就是自己知道的全部了 东宇按照阿姨说的医院名 找到了妈妈生自己时的医院 一位好心的医生听说他的情况后 带着他回到办公室 找到了当时的出生记录 亲自确认后 第一时间冲回家 看着一脸热情的妈妈 直接将出生证明给他看 告诉他这是28年前的分娩底层 克里斯丁颤抖着问儿子 为何要去调查这个 东宇愤愤地质问 生我养我30年的妈妈 竟然说不是我的亲生妈妈 而且妈妈和阿姨的口径不一 我还能待着吗 就是因为太憋屈 太混乱 所以才想要知道真相 克里斯丁硬着头皮 问儿子这能说明什么 这说明这是妈妈精心设计的一场骗局 为了让我和再美分手 才编出那个什么狗蛋出来 让再美觉得内疚后 再让他退出 春男看着震惊的说不出话的妻子 告诉儿子那确实是他妈妈 为了骗他编出的谎言 东宇质问妈妈 怎么能做到这种地步 在自己的孩子心里 定下这样的大钉子 知道已经无法辩解的克里斯丁 先是向儿子道歉 问他如果做得好 自己还会那样吗 要是你一早和再美分手的话 我怎么可能会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 东宇告诉妈妈 就算是为了深爱的女人 两人也不可能在一起了 因为不想妻子婚后 每天被恶婆婆对付 最后告诉妈妈对他太失望了 愤愤地说 从此以后 不会再在妈妈面前露出笑脸 转过身却意外 看到西贤和朱莉站在门外 春男和西贤劝 克里斯丁别追了 孩子在气头上 说什么都没用 西贤美好气的责怪姐姐太过分 不管再怎么讨厌赞美 也不该编出那样的谎话 看姐姐不服输的样子 问她怎么能编出死去的狗蛋 见过开玩笑说别人的孩子是自己的 没见过谁说自己的孩子是别人的 克里斯丁咆哮让她立即闭嘴 大声叫道赶紧回你的心一去 别在别人家待着 朱莉心中也满是疑惑 想不明白平时那么宠爱弟弟的妈妈 怎么会跟她说那样的谎话 西贤跟着感叹太不像话了 今天是第三次简报审查的日子 郑秀想着赞美说过的话 内心忐忑不安 联合文理士故意捏造童年周的负面信息 企图让赞美难堪 却不知整个过程都被人给拍了下来 在赞美和郑秀做出简报后 文理士按郑秀事先准备好的材料 对赞美提出了尖锐的问题 以销售额和材料购置困难为难再母 正在郑秀洋洋得意时 赞美指出她是抄袭自己菜单的人 心里慌的一批的郑秀 假装满脸不屑 文理士叫赞美小心说话 告诉大家赞美是因为销量不好 所以故意重伤别人 不料本部长却一脸严肃地问赞美 手上是否有证据 于是赞美开始精彩地表演 对郑秀提问 我开发的聪明粥和你的剑脑粥 含材料是完全一样的 该怎么解释呢 郑秀尬笑了几下 回答到对大脑好的含药材 是咨询过含一 赞美直接让她在现场联系一下那位 郑秀连忙给文理士打眼色 于是文理士问赞美是否有亲自发明的证据 在美自信地告诉大家当然有 在大屏幕上放出去年十月份去林烟找 研究传统药学的长少善奶奶的照片 告诉大家自己是很费力地得到她的工传后 才研究出来的聪明粥 可是不久后 我的笔记本就被抢走了 然后没多久 王粥就出了一样的剑脑粥 郑秀大叫自己是冤枉的 在美愤愤地问 要我再拿出你托我的东西的证据吗 拿出了自己做好的基丝粥 告诉所有人在第二轮的比赛中 郑秀做出的野芹菜鸡肉粥 也是自己研究出来的作品 文理士愤愤地问赞美到底想要说什么 赞美告诉她自己只是在努力证明 是韩郑秀偷了自己的东西 现场鸦雀无声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郑秀身上 郑秀回想起前几天赞美说 会将她所承受的伤害与痛苦还给自己 冷汗直接从额头流出 赞美出色的表现受到大家的认可 本部长表示准备好材料后会和她联系 赞美成功地成为了和贵舍合作的人 心中对赞美充满怨恨的文理士 正准备离开时却被本部长叫住 拿出之前黑衣人拍下的照片 不给她解释的机会 告诉她一直以来监视组都在注意着她 所以不需要任何的解释 只留下一脸郁闷的女人 心中充满怨恨的郑秀 直接拦住要离开的赞美 理直气壮地质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 不明白自己到底是哪里对不起她 要这样践踏自己的人生 赞美问难道你不知道一直以来 你都是怎样对待我的吗 郑秀愤愤地咆哮 我对你到底做了什么该死的事 你要这样毁了我 对你欺诈离婚 是因为我对你已经没有了感情 你却总是缠着我 我不得已才那样做 去年我们还是进一个家门的夫妻呀 你怎么能如此狠心地对待我 赞美冷着脸问男人怎么能那么自私 那么的过分 至少今天在会议室我对你还有一点希望 虽然我确实想毁了你 但今天在会议室 我本来还想要给你一次机会 你应该醒悟 该知道自己去呢 郑秀做这样看着再美离开 像个孩子般 一个人坐在地上委屈地抽气 朱莉一改平时性感的打扮 变成了淑米饭 准备去见亨道 此时郑西也打电话给亨道 告诉她女儿通过比赛的好消息 准备购物后和女儿一起去亨道家庆祝 回到家门外的亨道 却遇到了早已等候多时的朱莉 疑惑她有什么事吗 朱莉解释是邀请函的最初方案做出来了 想要送到印刷厂前拿给哥哥看看 看着亨道一脸不耐烦的样子 说顺便想要拿哥哥的演讲资料 亨道觉得发邮件不就可以了吗 朱莉却让她快点拿给自己 亨道看了眼时间 比与郑西约好的还有半小时 朱莉露出一副得逞的表情 此时郑西和再美已经回到了楼下 郑西提着东西准备上楼 亨道看着邀请函说很满意 告诉朱莉演讲文件会给她发邮件 朱莉却不死心的说要确认邮件后再离开 亨道着急的让朱莉快回去 说自己的女儿就要来了 朱莉假装一脸不好意思 趁着亨道不注意 将滚烫的开水往裙子上倒 不出所料的痛的哇哇大叫 亨道看到后连忙扯指尽帮忙 朱莉撒娇说都是哥哥催我走 才变成这样的 就在两人的动作极度暧昧时 郑西提着蔡开心的走了进来 难以置信的看着眼前的一幕 朱莉抓着亨道的手说可以了 自己没有关系了 郑西呆呆的看着两人几秒后 丢下东西直接跑了出去 面对着追出来想要解释的男人 问他今天这种日子 作为爸爸难道想要让女儿 看到他这副样子吗 孩子好不容易才敞开心碎 难道还想要再次让他失望吗 亨道疑惑郑西在想些什么 难道是误会了我和那个人吗 郑西质问如果是误会 他为何会出现在你家里 而且还明知道今天我和女儿会来 还带着那个女人来吗 亨道解释是因为研讨会的事 这让郑西更疑惑了 难道你现在是跟他一起做研讨会吗 亨道回答事情就是这样了 他说需要我的帮助 郑西告诉他这太奇怪了 那么多一声 那个女人为何偏偏选择了你做研讨会 如果是下定决心要忘掉的男人 就应该想着法的躲着他才正常 亨道却不以为然 觉得郑西太敏感 只不过是一天研讨会而已 这时再没走了出来 郑西没有多做解释 匆匆带着女儿进电梯 亨道还想要挽留 被郑西愤愤的拒绝 得逞的朱莉明明心里热开了花 却还是一脸无辜的向亨道道歉 亨道冷冷的让他回去 于是朱莉说自己以后不会再联系他 将亨道一家聚会搅黄的朱莉无比开心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离开 郑西走出来质问朱莉的真心是什么 决心要彻底忘掉 但是行为怎么一点都不彻底 拖拖拉拉的朱莉瞪着眼告诉郑西 如果自己真的有手段 还会让你这种大神抢夺老公吗 郑西疑惑难道是自己想错了吗 朱莉将以前郑西对自己说过的话 完美的重复了一遍 如果那么不相信自己的老公 怀疑她的话 就不要在一起 下定决心要找到自己孩子的西贤 特意来到冬雨的房间询问 怎么样才能知道30年前的新闻报道 冬雨告诉小姨 去报社或者图书馆就可以看到了 西贤刚离开 克里斯丁就走进来让儿子跟自己谈一谈 问儿子到底什么时候才肯死心 冬雨冷冷的告诉妈妈 自己打算去西雅图工作 克里斯丁失去理智的问儿子 难道是想要看妈妈死掉吗 克里斯丁拦住要去上班的儿子 一脸委屈的告诉丈夫 儿子要抛弃父母和家庭去国外 以后再也不回来了 春男听后直接傻眼 难以置信的问儿子是真的吗 克里斯丁愤愤的告诉儿子 他这样威胁自己也没有用 冬雨告诉两人自己和再美已经彻底结束 这让克里斯丁更加确定 就是因为自己不许两人结婚 他才会要抛弃家庭去国外 想活活地气死他的妈妈 冬雨告诉妈妈并不是这样 虽然对妈妈有怨恨 但也知道您是为了我好 所以会努力地去理解妈妈的心 克里斯丁急地直跳脚 问儿子那为什么要走啊 看着直接离开的儿子 搞不懂他为了一个女人 怎么会做到这种地步 无比委屈地叫着 为什么偏偏是离婚的女人啊 春男在一旁劝妻子投降 作为父母不都希望孩子能幸福吗 却再次被妻子咆哮 再说这样的话就给我滚出去 西贤成功来到图书馆 找到了当年的报道 看上面写着所有大人 和五个月的女婴成功逃出 猜出那个女婴就是自己的女儿 来上班的冬雨雨在没有浴 两人相互问候 依依不舍地分别 冬雨冲到在美面前 请求她答应自己最后一次请求 想要在晚上再吃一次 在美第一次在店子里 为自己准备的饭 哼到再去讲课前 刻意来找正希 带着正希送给自己的领带 希望她能相信自己 帮助力只是为了赎罪和安慰 正希告诉她自己担心的不是她 而是朱莉 哼到再次保证 如果真的像正希说的那样 自己也绝不会再犯错 讲座结束就会立即回来 正希终于露出笑脸 说会相信她让她好好做就好 朱莉一脸坏笑地等着哼到 想着今天就要见识一下他们的爱情 看着匆匆赶来的男人 嫌弃她的领带太吐气 不过哼到的阻止自顾自的给她换 说讲是帅气也非常重要 突然又想起以前两人在一起 幸福的时光不由的触景生情 说着说着就直接靠在了哼到的身上 就在这时经理拍下了 两人抱在一起的照片 不给哼到反应的机会 让经理再给两人多拍几张宣传照 在哼到上台演讲时 朱莉来到休息室 看着经理为两人拍下的亲密照无比满意 给了她一个大信封 女孩感叹两人还真是帅气 分开后还能做朋友 极度心使朱莉变得越来越疯狂 拍下两人亲密的照片后发给正希 告诉她自己和哼到正在度过幸福的时光 正希疑惑姐姐是呆还是傻 怎么能放任姐夫去参加 担心如果姐夫再次被勾引 喝醉后又犯以前一样的错误 正希愤愤地告诉妹妹 她姐夫绝不可能做对不起自己的事 即使天塌下来也会相信她姐夫 克里斯盯看着儿女的照片 想着丈夫说在这样左右孩子的人生 肯定会碰一鼻子灰 自信地觉得一直以来孩子们 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得很好 士拉跑进来告诉几人 妈妈和爸爸一起去参加了研讨会 克里斯丁直接傻眼 士拉天真的告诉外婆 妈妈说要狂欢到凌晨才能回来 八婆的西贤问姐姐 这会不会是朱莉为了复合故意策划好的 克里斯丁听后坐不住了 连忙打电话问询研讨会的地址 听到对方说是酒店 紧瞬间有了不好的预感 同一时间收到照片的正希 便开车便给哼道打电话 看哼道迟迟不接电话 正希不自觉地想起朱莉嘲讽自己的话 内心越来越不安 这边朱莉开始实行自己的计划 让服务员给哼道字条 告诉她朱莉小姐喝醉昏倒在502房间 一时间哼道陷入两难的境地 赶去酒店的克里斯丁 给女儿打电话却始终是无人接听的状态 终于来到酒店的正希 眼睁睁地看着哼道乘电梯上五楼 来到总台问询朱莉预约的访号 服务员打电话获得朱莉的许可后 如实告诉了正希 来到房间外的哼道内心无比挣扎 但还是鼓起勇气走了进去 好有准备的朱莉穿着一席性感的礼服 看着哼道的到来无比满意 猜出朱莉另有目的的哼道转身想要离开 朱莉连忙上前阻止 继续用十年前的伎俩 威胁哼道离开就马上死给他看 邓着眼命令他坐下 朱莉坦言自己绞尽脑尸办这场研讨会 就是为了能和哼道在一起 看着一脸疑惑的男人 一脸真挚地告诉他自己不能没有他 绝不会离婚 求他继续跟自己在一起 不给哼道说话的机会 坦言以前都是自己的错 早已身心疲惫的哼道告诉他 早已经结束了 因为一起生活过所以知道 两人在一起只会让对方不不信 无法再过那种互不信任 互不关心的日子 那不是家 是沙宝 请求朱莉不要再在自己身上浪费时间 朱莉紧紧地抱住他 请求他今晚跟自己在一起 此时正希终于来到了房门外 却在准备敲门那一刻想起了哼道的话 让他一定要相信自己 在转身的一瞬间又想起朱莉的话 哼道抚摸着朱莉的脸庞 觉得就是因为他年轻漂亮 自己就更配不上他了 我已经老了累了 厌烦了 希望朱莉能借这次机会重新整理人生 而这也是自己活得像个人的最后机会 被哼道拒绝的朱莉 以为一切都在自己的计划中 自信地打开门让哼道看看 他一直引以为傲的爱情是多么的脆弱 当哼道鼓起勇气睁开双眼 看着门外空无一人直接呆住 察觉不对劲的朱莉也呆住了 一种挫败感油然而生 终于赶到酒店的克里斯 钉对着哼道质问 离婚了就该彻底结束 为什么还要见我的女儿 问哼道是不是觉得很冤枉 因为不是你而是我女儿纠缠着你吗 就算是这样 年长明白的人应该阻止一下 为什么还要顺着他出现在这里 哼道向他保证 绝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 离开的克里斯 钉还不忘拜托哼道 不要再有任何事 与自己的女儿纠缠 远离我们周围像陌生人一样生活 赛美按照约定为冬雨准备好了晚餐 冬雨告诉深爱的女人 也许这是两人最后一次在一起吃饭说话 面对赛美的疑惑 告诉她自己下个月就要去西雅图了 直到能忘记脑袋里 叫江赛美的女人的时候 又或者是能在她对面大方微笑的时候 直到那时候才会回来吧 叫赛美就算想自己 也不要哭泣或者生病 要好好的活着 看着眼泪夺困而出的女人 责怪她不是才说不许哭吗 真是个不听话的大神 在美墙忍着心痛说道 下次见面的时候 我们就像朋友那样问候吧 冬雨紧紧地握住在美的手 两人只能将对彼此的爱深深地藏在心里 在送冬雨离开时 天空下起了今年的初雪 看着缓缓落下的罗毛大雪 冬雨自言自语道 听说今天下初雪还真的下了 这样的话那句话就是假的了 不是说下初雪的时候 像这样和深爱的人在一起的话 就永远都不会分开 体贴地替在美挡住雪花 眼泪栽在眉眼中打转 努力挤出笑容让冬雨回去 看着她的车子渐渐消失 心痛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克里斯丁看着女儿戒酒消愁 想不明白那个男人有什么好 值得女儿这样要死要活的 朱莉却反问妈妈以前为何不对她好一点 每天让她受委屈和折磨 问妈妈为何不倒一点告诉自己 要好好对丈夫不然就会后悔 被问住的克里斯丁 看着女儿无助又心痛 直到这一刻 克里斯丁终于开始反省 是否对儿女的人生过度干预 正希在哼到家等着她回来 告诉她明明说相信她 信任她 但今天还是忍不住去了酒店 明明已经走到了房门口 打开门就能看到你和那个女人 却还是没有勇气打开门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觉得很丢人 也觉得很对不起你 但如果真的不相信你 就没有理由再和你在一起 所以以后不会再怀疑你了 是无条件地相信你 这样你才能完全地回到我的身边 得到正希的信任让亨道无比欣慰 两人紧紧相拥 正在东宇向同事们宣布公司解散时 克里斯丁走了进来 告诉所有人公司不会解散 终于醒悟的克里斯丁走进来告诉儿子 自己已经决定让步 同意他跟在美结婚 同事们开心地欢呼 东宇则无法相信一向固执己见的妈妈 会同意自己娶一个离过婚的女人 克里斯丁告诉儿子 自己从此以后不会再拦着她 让她去做任何自己喜欢的事 在美来到Best投资社 却遇到了死对头正秀 拦住在美叫她别在自己面前嘚瑟 在美却懒得搭理她 根本部长和文理是热情地打招呼 文理势略显尴尬根本部长到底 随后告诉正秀 自己现在负责沈阳投资的项目 在正秀面前接起了会长打来的电话 听到文理是说投资会保障三倍收益 正秀眼貌金光 不停地向文理是打探投资的事 女人告诉她是公司卫 大型韩国专购募捐投资 所以现在投资的话将会有三倍的收益 正秀兴奋地说自己也想要投资 打算借此机会改变命运 女人面露男色表示担心她拿不出钱 正秀自信满满地叫她放心 只要无条件地让自己加入就好 东宇反复跟妈妈确认 真的允许自己跟在美在一起吗 幻然醒悟的克里斯丁告诉儿子 发现一直以来自己都是自欺欺人 努力地为两姐弟扫清障碍 想让你们获得幸福 而我认为的幸福却不是你们想要的幸福 让儿子以后按自己的意愿生活 但一定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东宇兴奋地告诉妈妈让她放心 自己会好好生活 不会让妈妈失望 最后兴奋地抱起妈妈转圈圈 克里斯盯了儿子去抱她最想抱的人 东宇感激地在妈妈脸蛋上亲一口后 兴奋地跑出去找在美 本部长告诉在美 以后连锁项目将换别的理事负责 因为文理是做了一些不光彩的事 现在已经解雇她了 为了能尽快见到在美 东宇毫不犹豫地选择走楼梯 从店员口中得知在美去了投资公司 在进入地下停车场时 又与在美成功地擦肩而过 意外地在停车场遇到了郑秀 都说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郑秀直接拦住了东宇 质问她来到这里难道是想要追回在美吗 叫东宇把自己的话一字不差地转给在美 游戏还没有结束 将在美在韩国开她的周店 我跟文理事要在中国干大事 到时候再看看到底是谁输谁赢 于是东宇让她到时候 顺便来参加自己和在美的婚礼 郑秀直接傻眼 疑惑两人难道打算要结婚吗 看着东宇离开 心中愤愤不平的郑秀 想不明白在美这是走了什么狗屎运 竟做到了愚合熊掌兼得 来到投资社的东宇 打听后得知在美刚离开 公交车上的在美看着是东宇的电话 正在犹豫着要不要接听 信息又一个接一个的过来问她在哪里 命令她马上接电话 得知在美在回周店的路上 东宇兴奋地让她在下一站下车等自己 习秀发现最近视线越来越模糊 心中隐隐不安 抚摸着圆人的运度安额而尊 很快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郑秀兴奋地拿着投资案的资料 与妻子分享 不容她拒绝 打算将两人所有的财产都拿去投资 好好的大赚一笔 看喜秀还是有顾虑 告诉她新闻都刊登出来了 所以就把这房子卖了周店也卖了 用那个钱来投资吧 如果你是真心爱我的话 就应该相信我跟随我不是吗 喜秀告诉她 这可是养人的全部财产了 真的那么着急可以等哥哥从菲律宾回来 好好打听后再做决定 丢下郑秀回房间 男人郁闷地大叫 觉得自己都能接受孩子不是自己的 还和他一起生活 喜秀却连这点事都不帮自己 大叫着觉得对方太自私 再美听从东宇的话在路边等待 男人不容拒绝地拉着她离开 再美看着东宇凝重的表情 担心地问询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东宇故作忧伤 问再美该怎么办才好 自己去不了西雅图了 身体好像有点问题 看着再美无比担心的样子 告诉她自己现在已经怀孕了 而且已经三个月了 现在一家人都因为这个闹得不可开交 妈妈更是发誓要抓到害自己怀孕的人 所以再美你现在死定了 郑秀为了让妻子松口 绞尽脑汁地讨好她 特意准备了烛光晚餐 喜秀心里满满地感动 为刚才的事向丈夫道歉 但还是觉得等哥哥回国 再决定投资的是比较好 郑秀先是善意地表示 觉得拿出全部财产确实太冲动 所以才特意准备了晚餐向妻子道歉 然后不停地叹气 觉得心里总堵的一口气 喜秀担心的询问怎么了 将在美通过竞标 马上就要看着她赚大钱了 而自己却只能可怜巴巴的 在厨房里洗碗干活 感叹自己的人生 真是没有一点前途可言 看着妻子一脸担心的样子 安慰她自己没有关系 这不是她该操心的事 而且自己只要有她和儿子就够了 起身告诉妻子 要下楼走走透透气 还不忘说一句我爱你 长久以来被丈夫冷落的喜秀 再次被她的花言巧语感动 抓着她问到底需要多少钱 计谋得逞的郑秀 心里瞬间乐开了花 得到许可的冬雨和在美都无比开心 两人第一时间将好消息跟家人们分享 家人们也都为两人感到高兴 却不知很快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 今天是亨道和朱莉的离婚确认日 亨道特意发信息提醒朱莉两点在法院间 不甘就此结束的朱莉 直接将电话打了过去 告诉亨道自己很忙没空 亨道再次无奈的请求 不要再继续纠 希望她下午两点能准时到达 虽然嘴上说不会过去 但是上班的朱莉还是不停的看时间 回想起在酒店里 男人苦苦哀求自己的样子 命令自己狠下心来绝不能去 早已来到法院的亨道 按照程序递交了通知书 眼看时间越来越近 朱莉回忆起妈妈说只要放手 就会发现她什么都不是 孝女儿能结束这段孽缘 朱莉心中下了某种决定 正希正在不停的看时间 下一秒朱莉就来到了服装店 命令正希跟自己谈一谈 告诉她自己本想要去法院的 但是心里觉得太憋屈太冤枉 就来到了这里 叫正希闭上嘴好好听自己说 邓卓眼问她是不是很期待 自己马上把离婚手续办了 得到确定的答案后 告诉正希自己要在她这里得到一些东西 觉得都是因为她 害自己失去了最珍贵的全部 而且在失去的过程中受尽了各种屈辱 既生气又委屈 无法就这样分手 觉得正希破坏了自己的家庭 抢走了自己的丈夫 这所有的一切都该跟自己道歉 让正希跪在自己面前 正式的道歉 看正希一脸难以置信的样子 愤愤地质问 难道你做不到吗 我为了得到那个男人 在你面前跪了两次 你为什么不能 你那么喜欢他的话 爱情不是比你的自尊心更重要吗 跪下道歉 那样的话我会把那个男人给你的 正希只能感叹太无语 不明白自己为何要道歉 气炸的朱莉告诉她 如果自己不同意离婚 那么爱得死去活来的两人 在一起就是不合法 问正希那样也可以吗 如果觉得可以 那就走着瞧 那样生活下去好了 一直躲在门外的正希实在听不下去 冲进来大骂朱莉不要脸 让她好好看看法院会怎样判决 朱莉愤愤地告诉两人 我倒要看看法院怎样判决 我会找最贵的律师 一定会让你们好看的 连江博士也不会好过的 看着正希在自己眼前下跪 大大的满足了朱莉报复的快感 在最后一刻赶到了法院 正式地和亨道办理了离婚手续 准备分别时 命令亨道跟自己去一个地方 正义凛然地告诉亨道 曾经自己为了家庭努力到了最后 甚至卑微地跪在了哥哥的脚下 但是哥哥却为了自己的幸福 放弃了孩子和家庭 觉得是他害自己变得不幸 破碎了自己的家庭 是让女儿失去爸爸的罪人 要求亨道离婚后 一辈子背负罪人的包袱生活 直至死为止都不能忘记 亨道默默点头答应 喜秀抓住要离开的丈夫 质问她是想要一个人去中国吗 是不是要摆脱自己和孩子 命令郑秀马上说清楚 于是郑秀冷着脸 叫女人跟自己离婚好了 面对喜秀的困惑 问她就给了自己一点点的赞助费 现在就不把自己当人看了是吗 告诉她就算自己饿死 也不愿意被人这样对待 沈阳赞助什么的也不做了 喜秀问男人难道是自己误会她了吗 郑秀正义凌然地告诉她 自己现在马上去把赞助金都拿回来 然后结束两人的关系 喜秀不死心地抓着男人的手 叫她把误会说清楚 说着就翻出了郑秀口袋里的签证 问她这难道也是误会吗 打她一看却是自己的签证 郑秀灵机一动 告诉她自己正准备去旅行社 把两人的批准拿下来 看着一脸感动的女人 情真意切地说 自己再也无法待在泡菜国 所以打算带着她和孩子去沈阳生活 而去那里的最终目的 就是为了让她和孩子生活得更好 喜秀询问丈夫 那刚才说的摆脱又是什么意思呢 你那么笨吗 当然是将在美了 看妻子始终抱着怀疑的态度 表示已经没有多说的必要 喜秀却紧紧地抱住了她 向她道歉 觉得都是自己的错 是自己太不安了才不信任她 把一切都给了她 却觉得她离自己越来越远 在男人的糖衣炮弹下 喜秀乖乖答应了她的请求 对不起 谢谢大家 请求健康 观看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